本年度各項的結案工作等等 是一個最緊繃的狀態 大家都要趕12月中之前關帳 然後同時也要展望明年度的 各項計畫的提案 像從這個月開始到12月 其實有蠻多計畫都在啟動當中 那在這樣子的擺盲當中 居然可以匯集到我們好幾位的好朋友 一起來談這個課題 我覺得也算是讓大家在一個忙碌的工作當中 能夠有個機會紓壓一下 那我這邊先簡單介紹一下 今天的三位講者 那第一位是我們的黃漢梁樹 那也是在我們的那個電光部落 海岸山脈的三角下 那他是一位情農 然後他也在這個出去念 跟農業相關的大學知識之後再回來 然後現在也很努力的發展各式各樣的事業 那我不知道他就是那個夫人今天會不會在場 因為那個夫人也是黃漢的太太 也是我們非常非常厲害 在地很厲害的這個田野工作者 那我們的第二位哈拜 然後也是在台東縣的關山鎮的新福部落 那也是從大學畢業研究所畢業之後 返鄉回來 那工作的項目非常非常多 從工藝到年齡階層的附贈 然後現在也在籌備那個新店的開設嘛 那待會也可以幫我們做一下宣傳廣告這樣子 那第三位我們的講者阿里曼徐凱文 他也是在台東海端鄉出來部落 那他目前仍是在那個海端布農族文化館服務 那工作經驗非常非常多 非常的豐富 也擔任過講師老師等等 那甚至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那個 那個履歷是那個擔任過那個 那個明代參選人 待會也可以請他來聊聊這個行路歷程 那因為凱文他現在目前人還在移動當中 所以我們也期待他到定點之後 再跟我們視訊分享 那我想今天的進行方式會先有那個 就是三位跟蔡英講成來賓 我們三位的好朋友先來分享一下大家各自 就是過去這幾年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在第二部分的時候 我們有整理各位報名者參與者的提問 然後有一個36題愛上你的聊天 我是覺得今天就是一個聊天會 那為什麼今天會邀請這幾位 大概可能差不多都畢業3到5年左右的 這樣子的一個身份是 我覺得剛好是在一個很巧妙的時間點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我們在做一個工作 通常會看一年三年五年 再上去就會做一輩子了 那我們身邊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照方面的老前輩 那他們有非常非常豐富的經驗跟乾苦談 那有的時候也都會聽到他們講故事 那我們在我們也還記得我們在學的時候 我們也很多的理想跟衝勁跟我們想要編織的夢想 那從大學研究所畢業回鄉的這一段時間大概也做了幾年了 那在這個幾年裡面有當然有非常多的喜怒哀樂 所以其實主要一開始我們就希望說能夠藉由這個經驗的交流 那如果社團的弟弟妹妹們或是說我們的更廣大的在學的學生 或是我們收到這些好朋友 那我們彼此去交流 然後讓一群人的溫暖取代一個人的孤單 這樣子是我們一直以來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就當作一個取暖大會 然後大家可以輕鬆啦 那個有飲料的喝飲料 那我們第一場我們就先由楊素來跟我們做分享 那他是個很厲害的咖啡師 大家手上 雖然目前沒辦法喝到他的咖啡 但是有咖啡我們就來乾杯一下 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楊素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那個福度的引言 好 那我直接分享畫面囉 好聽到聲音 好 小 好 那一樣先跟大家做個自我介紹 我是黃翰 那目前的話就是擔任日出合作社的負責人 以及就是我們家咖啡吧台的吧台手 那另外的話呢 我也有在做社區的導覽解說 所以對於社區 因為過去是一直是有參與社區的年齡階級事務 所以對社區的不論是歷史文化脈絡或者是產業結構 其實都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在今年的五月之前我做了 我兼任了三年的農業無人機的銷售業務 那當時的服務範圍是包含了整個花東區 所以工作內容也是算蠻複雜的 然後也是蠻多元的 那因為今年 希望能認真拼品牌 然後照顧好家裡 所以五月之後我就把這個工作給吃了 好 那當初其實是為了回蘭而離開 那這怎麼說呢 電光社區有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是在上高中 或者是高中畢業之後都會選擇離開電光 然後到外地去工作 不過這個也跟上一代的整個生活結構有關係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年輕人有出外到外縣市工作 才會有發展然後才會有成就 那導致剝落在短短的十幾二十年間 人口外移的非常嚴重 那一直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就是幾乎年輕人都不在社區了 即便有年輕人上了高中之後也都會離開部落 那我那時候是 等一下喔 看不到簡報嗎 看得到簡報 但是是沒有就是就是播放狀態 就是看到整個簡報 欸奇怪我有播放欸 那我這樣子呢 我還是看到你的那個備忘錄這樣 欸還是工作還是工作檔喔奇怪 對 你現在是 欸對還是 欸奇怪 他們他們那他這樣現在沒辦法播放欸 喔真的喔 嗯 好沒關係那看你怎麼講比較好講這樣子 好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我重新調整一下 如果是這個樣子呢 現在好像是想到 嗯還是一樣喔 等一下喔 好這樣重來好這樣 有喔有喔 有喔 太好了 漂亮 好 不好意思喔 嗯 好 那所以當初就是 嗯 我看著就是部落的年輕人都在外地啦 然後 然後 雖然每次都是光鮮亮麗的回到部落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 他們在北部的生活 並沒有想像中 這麼的 就是 嗯 如他們 就是像他們想像的那麼舒適 就是 因為我很多親戚都住在北部 然後都住在那種很小小的空間裡面 那就覺得說 啊怎麼大家都住在那麼 擁擠的環境啊 然後 明明大家在部落的時候都都有 馬路很寬 院子很大 到處跑來跑去 那隨時都可以坐在家裡外面 就是 休息 聊天喝酒什麼的 可是為什麼 大家要捨棄這樣的生活 就是 離開 然後到北部去工作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就一直覺得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留在 台 台東 留在電光生活 那因為我不是 我是家裡的兄弟姐妹裡面 唯一沒有念記之類學校的 那時候很單純就想說 那不然我就來坐田好了 所以 才決定選擇去念明道大學的精緻農業學系 那 來 好好的 規劃 未來的農耕生活 那 這張圖其實是現在很常 會就是在 農田會看到的噴藥 那這個噴藥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大部分的農民都不會穿著防護服 那如照片所示 就是 就是 他們都穿著棉質 棉質上衣 那頂多戴著 口 口罩 可是這個口罩就是現在大家在用的醫療口罩 那這兩年大家都很有經驗嘛 夏季戴口罩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口罩會實施的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口罩在他們夏天不用十分鐘的時間 可能甚至五分鐘 流個汗走個路 那口罩就沒有防護效果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 後來 農友要下毒耳 然後去毒害這些老鼠 避免他們去破壞田梗 可是這個間接的就會讓生態鏈其他的動物也遭殃 譬如說像零角囂 老鷹 這些動物 他們 老鼠就是這些猛禽的食物來源 那這些猛禽他們吃到這些動物之後 他們的整個生態鏈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還有就是農民他們對於用藥 普遍不會去在意到說隔壁的人是不是坐有機 或者是隔壁的稻田是不是已經臨近收穫期 所以我的田在我剛回來做田的時候 其實就很很常遇到像這樣子的鄰田污染 其實包括到現在也一樣 因為水稻田大家都知道他沒辦法做全區隔壁 所以我是一直承受著被鄰田污染的風險 所以因為以上種種我覺得就決定說 在大學期間就決定要回來做有機農業 那回來的時候又發現有機農業 因為農藥它其實還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系統性農藥它是經過子體吸收之後 然後被讓作物產生抗體 可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如果今天洗菜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把菜抽式剝緊洗到 就是它的行為 所以再怎麼樣洗 其實菜都還是會有農藥殘留的 那如果農民是這樣用藥的話 那消費者連用藥連這些藥劑都不了解的話 那我們吃的東西到底安不安全 所以回來之後我跟我太太就創立了這個品牌 叫日出合作 那用電光的就是地段名日出 合作就是希望找回 阿美族農村社會裡面互助合作 米八六那樣的農村農景 那為什麼會一直強調換工跟米八六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過去在沒有金流的時代 因為我們是以工換工 今天我去幫你工作 可能我會發現你工作有什麼樣的盲點 那我會把我的經驗或者是說我的想法傳授給你 那今天隔天換你來幫我工作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我工作有什麼地方需要調整 那在這樣大家互相的情況之下 技術就會成長就會進步 那工作就會更有效率 那換到現代來講 雖然農耕的方式都機械化 可是你有農機你來幫我工作 那我有銷售平台 那我來幫你賣產品 就是這樣的一個理念 這個是我們電光社區 那我的田區就在這一片田的這裡面 這個霞長期的 所以基本上除了這一測試道路以外 我的田東南北這三個區域都會受到林田污染 所以人家都會常說 那這樣子你還算有機嗎 可是我講坦白 這就是台灣有機農業的縮影 如果今天我都不做有機了 那這一片田真的就沒人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噴藥了 那你吃到 你還有機會吃到有機的農村裡 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我們這幾年其實是一直 為了為了要跟消費者 就是算是做個交代 我們還是有申請有機驗證 不過其實今天我們也是有被驗出農藥殘留 那這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就像前面這張圖 這個環境真的是 人家噴個藥吹個北風它就下來了 吹個南風藥也就噴上來了 起初我們就像這樣子簡簡單單的 銷售農產品 那也沒什麼特殊的包裝 那結婚的時候就像這樣子送禮給親朋好友 那後來的話也開始經營有一些客製化禮品 就是提供給消費者做參考 然後也讓他們做訂購 後來呢就是有一些比較完整的包裝 那這個都是經由太太薰品來設計的 那之後因為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我們就把設計的工作包給我太太的同學 然後就是交給專業的設計師 然後來做這樣的一個包裝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網站上有在常態販售的商品 那工作室其實也是簡簡單單的去 就是把老舊倉庫等理起來而已 一開始也沒什麼設備 所以就像這樣子都完全使用人力去 做篩選 那颱風來的時候牆壁還會被推走 那這一年的時候是那個 好像是木蘭地颱風的時候 就順便做大整修了 那過去呢就是我們都是這樣傳統的古倉去做儲藏 那後來也是不斷的去拿相關的計畫 那這個也是農村企業或者是小農要很辛苦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沒有大量的資源 我們也沒有雄厚的資本兒跟有錢的爸爸 所以我們必須靠更多的外部資源 譬如說像跟工部門配合 跟學術單位合作 那才能夠取得就是讓我們 就是取得物資資源 讓我們做事更方便 然後更有品質 所以以前這樣子儲藏 左上角這樣子儲藏到股的時候 其實我們產品就很容易在短時間內 變質 那右下角就是進冷藏庫之後 就算放一整枚 滅也不會壞掉 這是防台準備 你們要用重物去拉著 以前是長這樣 那後來我們也是拿了水保絕計畫 然後整理了這個空間 然後變成一個漂亮的木牆這樣 農村裡面 半農半個開始 這個其實是源自於日本的一個理念 他其實就是在做 他其實有本業以外他去做農 可是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是做農的本業以外 再去煎一大堆煎制 所以台灣的半農半個開始 其實跟日本比較起來 其實沒這麼浪漫 那在剛才前面有講到 我在這之前其實煎了業務員 那就是賣這個產品 那就是利用無人機去做農藥 或者是肥料噴灑 然後這是在田裡面 幫客戶做無人機維修 那因為農友機器會壞掉 就表示他正在使用 那他正在使用的過程 途中壞掉 我們就要第一時間去做維修 所以這個都 在當時佔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 那也壓縮到我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這是在我田裡噴有益為生物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因為社區有咖啡產業 所以我也因為興趣的關係 學沖咖啡 那這兩年開始學烘咖啡 透過精緻出杯的方式 然後說故事的方式 讓大家更了解說 原來電光在100多年前就有咖啡 這樣的一個產業的脈絡 那也讓大家就是透過我的萃取 就是喝到一杯美味的國產咖啡 有賓客來訪台電光 我們就會做社區導覽 寒暑期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兒童陪伴 那就是 這以上的話就是我在社區 就是主要的 就是在台東生活的主要的一些工作內容 那回歸到我自己的身份 其實我是阿美族的 所以這每次生活哲學 其實就是在講說 我們阿美族的一個生活邏輯 那在 重要功效之前 或者說重大決賽之前 我們都會像這樣子 三杯酒三杯檳榔三次香菸 去向祖靈參拜 進拜 那希望就是 工作順利 那其實這個動作 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 可是我覺得說 如果今天 這麼微小的 細微的事情大家都忘了的話 那 身為阿美族 我們還有什麼 能去跟人家就是做介紹 那 大家 就是一直講自己是阿美族 可是卻講不出一個所以 那我們的生活態度 生活邏輯 跟我們的思維是什麼 這個都不會傳遞下去的 那所以 雖然我們的祭品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這個在過去 都是所謂的奢侈品 那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它會成為祭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取得這些東西是得來不易 而不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這是回歸到 我們取之於大地 用之於大地 所以要回歸大地 感謝大地 這是我跟前里長的兒子做換工 好 我們有機農業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雜草 我有一天除著草 我就覺得這個草真的看得很煩 那想說我能不能 因為阿美族出了名的會吃綠色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一撮雜草帶回家 給阿嬤 阿嬤說這是菜呢 炒你一般菜給我吃 因為我就注意到 原來在大家眼裡 在現代大家眼裡沒有用的東西 其實在過去是很重要的食材 那未來都有可能遇到氣候變遷 或者是戰爭 那這些野菜它會成為很重要的替代樣子 所以環境的保育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其實是因為我們要為未來做準備 傳統賽骨也是一個傳統的農耕技術 所以我每一期都會去賽骨 那這個也是重現我小時候唯一的農耕技術 就是記得說爸爸在我小時候都會賽骨子 然後留給自己家裡吃 所以每年家裡都會吃到很好吃的米飯 那這是嘗試日式的賽骨 搭配活動就是跟社區長輩 一起來做傳統格道 一樣做了很大的賽骨牆 社區商品 那個我還有多少時間 你就儘管講吧 好 那那個 最後就是講到咖啡的部分 那個 這三個字是日語 那很多人喝咖啡是因為他想要提神 很多人是覺得他出社會了 他想要有一個長大人的感覺 那也有的人是覺得 這是一個上流社會的表現 所以喝咖啡有很多的理由 可是我喝咖啡是因為看動漫 那動漫其實影響了我的人生非常多 那這個16年很有名的動漫 那個你的名字裡面就有自路性行銷 這個 那東京攤總裡面也有很帥氣的手上咖啡師 那拖文字帝他們總是在山道上面投那個 那個自動販賣機 那新世紀福音戰士甚至是直接自路性行銷 所以這個就讓我很好奇說 這東西到底是有多好喝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就下樓去買了一罐這個咖啡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喝的黑咖啡 那回到社區的時候做導覽那一邊要做功課 才知道說因為社區在以前一百多年前 有一間叫木村咖啡的咖啡公司 他來到東部成立東台灣咖啡產業術室 或者是開啟了電光的咖啡栽培室 那這間公司就是後來的Key Coffee 那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當時台灣其實是已經接近備戰狀態了 所以台灣咖啡其實是在一個正準備要蓬勃發展的階段 就跟著戰爭一起結束 那當然隨之迎來的就是民不聊生 因為戰爭結束什麼都要重新來過 所以咖啡就變成不是這麼的重要 那大家也轉回去種其他的經濟作物 所以電光在這之後就改種了甘蔗香茅這些產品 改造社區就是要喝咖啡 可是喝咖啡總是要有空間 所以在我自己的家裡的吧台弄好之前 是我有在老家整理這樣的空間 就是晚上就看起來就會非常的愜意 社區的長輩平常都在摸杯子 可是我只要有營業 我就會把他們要貨進來 就是一起喝杯咖啡 然後這個是重咖啡的阿伯 可是他很妙就是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喝酒 那一樣我有營業 就會找他進來喝杯咖啡 那他們都會很訝異說 原來手中咖啡可以這麼好喝 那就不再是像他們形容的 怎麼像騰心湯一樣苦苦的 然後有客人來就像這樣子開店 我們也對社區的關懷據點 還有文件站的長輩開客 雖然這些長輩他們過去都有接觸過咖啡 就是印象中 社區有種過咖啡 可是他們的咖啡的 對於咖啡的印象都是 事情又再採咖啡果下來 在嘴巴咀嚼那個咖啡果 薑的甜味 那就沒有了 那等到他們開始又 又開始喝咖啡 就是罐裝的博浪咖啡了 所以也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他們認識到 因為自己的社區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咖啡可以透過這樣的 簡易的器材去做烘焙 後來這樣的課程 我們就慢慢去把它做一些調整 然後讓內容更完整 所以我們也開放了產地的體驗 就是柴果體驗 那當天可以體驗到咖啡的後製處理 以及乾燥 很多人喝咖啡其實就會很在意的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沖的跟你沖的不一樣 所以我會利用 因為我自己有興趣 所以我就幾乎是把所有器材都嘗試過一遍 也買過一輪了 那我就會根據每個人的家裡的器材的種類 去指導每位消費者 讓大家在買了豆子回去之後 也能沖出一杯自己滿意的咖啡 簡報順序跑掉 上圖這個是本來我們 我那個戶外霸台的樣子 就是很阿美族的建築模式 就是很吉普塞風格 工地撿來的廢鐵板 然後山上砍下來的竹子 然後裡面還會有一些選舉看板 所以這邊還有前縣長 線床艦艇每天都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就攤車什麼的 就組合在這個裡面 那裡面的環境就很髒亂 那大家又會開著這個門 到後面就是隨地變逆眼這樣子 就其實就很糟 那我們就覺得之後這個空間這麼大 應該整理起來 所以我們就花也是一樣拿了公布門計畫 整理的這個空間 那一樣的空間就可以有這樣不一樣的表現 那裡空地甚至是可以辦音樂會 那我們就盡可能是讓這些空間去做更多的利用 那有咖啡當然就要有下午茶 那下午茶也要跟我們這個地方做一些連結 所以用竹子做咖啡杯 然後他定關咖啡做的糖漿 阿美族各種場合都會吃到的麻糬 以及我們的喜酪搭配著我們的飯糰 那還有呢就是我們 等米去加工製成的米股粉做的米鬆餅 就是一個產地結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產地下午茶的概念 那後面的話就是我 後來就是在我新家登地起來的室內吧台 室內用攤的話就會像這個樣子去做呈現 然後這個是我們社區的導覽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體驗項目就是竹炮 那我們會在這個利用竹炮去講到說 電光的歷史脈絡 那也讓大家就是透過震撼的聲音去記憶 原來電光有過這麼精彩的一段故事 他會帶大家到田裡去介紹電光的產業 以及阿美族的歌舞文化 還有我們的食菜一湯的野菜文化 那這幾年這將近十年的時間 除了社區以外 我們自己也有累積一些能量 那就是把這些活動啊產業啊什麼歸納起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季節性活動 然後一些寒暑期的小朋友的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實令活動 就會在就是慢慢的整整理起來 那再來就是每年大家都很期待的電工農村區 那今年會在12月19號辦理 那以上的話是我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好那非常感謝那個楊樹的剛剛的分享 那其實我這幾年每次 因為我們這幾年就是來往就是我們台九線 或是在我們的香道產業道路的時候 看到越來越多那個紙寶機 就是那個無人載具 在進行田間管理的時候我都會想到黃漢 然後就想到說這個工作居 居然是由我的好兄弟開始推廣 然後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的農友 從低海拔到高海拔都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只要聞到咖啡的香味 所以就想到那個黃漢的這樣子的半農半X的美式生活 然後就覺得很幸福 所以在這種幸福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帶到了我們的第二位獎者 也就是耕耘幸福追求幸福的哈佩尼尬 那哈佩尼尬就是政大民族所說是畢業 然後回到幸福 那他的故事也很多 然後也很精彩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幾年他也有很多的心得 那待會我們就先聽聽看他的故事 然後待會我們再一些一起進行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哈佩尼尬 謝謝 好 這樣大家有聽到聲音看到畫面嗎 有 我有放映成功嗎 他現在看起來 我這邊看起來就是一整坨的那個枕道 所以他沒有放映成功 好吧 那就直接這樣子講好了 今天怎麼都這樣 好 知道 好 那 大家好 就是很開心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返鄉的一些經驗 其實滿有趣的今天這一場就是我們三個講者 包含主持人 其實我們住的都很近 哈哈哈哈 就是可能 就是開車十幾二十分鐘就會到彼此的部落的那個距離 那我剛好就位於中間的部落在欣甫部落 那 其實也是這三位講者 裡面返鄉的年齡是最最最最短的 現在居住在部落大概已經邁向第三年的時間 那就會跟大家的經驗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待會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其實耕耘欣甫 我是欣甫部落的阿美族人 那為什麼用這個名字呢 就是覺得在部落做一些計畫或工作 就很像在耕耘的感覺 因為我們部落從過去到現在其實歷經了蠻多的變化 那可是在文化傳承上其實一直遇到問題 那到這幾年之後 我們才慢慢慢慢把這個文化的部分一步一步的找回來 就像耕耘一片土地一樣 就是不斷不斷的做 所以就用這個名稱當做我們的這個 現在在寫一些計畫的一個小小的一個logo跟品牌跟概念 對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江長全哈佩尼大 那我其實是在基隆長大的元翰二代 那現在就居住在部落裡面 生活工作 那之前是念台大地理系 那後來說是搬到了這個政大民族系念書 那因為斜槓嘛 就是就也跟大家 除了除了那個大家在報名表上看到那些名稱嘛 就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在裡面 那現在比較花比較多時間的就是在青年創業這一塊 那我會擺在尾巴跟大家分享 好 那先首先一個主題想跟大家先聊聊 就是當初為什麼會 會有這樣的想法回到附落跟怎麼去啟動的一個過程 我給大家命名為啟程 那這個其實是很大的背景是因為大學的時候參加原生代社嘛 那也因為原生代的社的這個社科的關係 其實一直不斷的在挑戰自我 並且訓練思考的能力 那就每個人在看待同一件原住民議題的時候 其實會有不同的立場跟想法 那過去在高中之前大學之前其實沒有很 很多機會可以去接觸到這些原住民議題的討論 跟現在很不一樣 那我是到了大學之後才第一次很深入的去碰觸到這些議題 那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聲音跟 跟部落的觀點其實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美麗灣飯店BOT案件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在社科討論的時候 大家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人覺得欸 觀光發展 然後產業開發等等 或者是有人會站在這種 會破壞部落文化傳承等等這種立場來去講 那很好的一點就是大家可以在這個社團裡面 很自由很自在的去講自己的想法 那也幫助我去想想看思考這些東西 為什麼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想 那可能不一定有正確答案 但是可以好好的去思考自己想要走的方向 那舉法現在也很熱門的這個狩獵議題 包含這個狩獵的傳統到這個商業販售肉品 瘦肉是可以的嗎 這樣的一個思考其實就 就刺激我很多去想像 回到部落或回到原鄉裡面生活的一些樣子 那真正真正其實很觸發 觸發我回到部落的一個點 其實是當時候 從2010年到2014年 2015年這段時間其實 有一波也算是 原住民學生參與蠻多的那個 原住民抗爭行動 包含這個 美洲安事件反核行動 那到 不同的這個部落的案件 其實在這陣子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案件 那我們也因為社團的關係 也一起去參與這些接頭抗爭行動 其實就會覺得說 對就是 部落真的好像面臨很多問題 可是我們遠在北部 可能也不好 沒辦法那麼直接的去自己去感受到這些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所以一直就 在這個時候就開始去萌生了 就是 有想要回去部落的意願 那 大三大四的時候就 開始在那個 工作 思考工作 就要做什麼工作 跟思考自己的夢想 這之間去拉扯 找到一個平衡 那 因為是地理系 很多同學都去當老師 那我就想說 欸 有辦法去當老師 那 也有想過 同學有在邀 我們來去開設一個 新創的旅遊公司 或者是回去部落種田 那 這些東西 其實我都沒有給自己很明確的界線說 我大 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那 我最主要的就是讓自己不斷的去嘗試 跟 找尋機會 那 對 我也 我跟朋友有去創了那個 一個 公司 可是 還沒有立案的時候 就已經解散了 哈哈 因為大家 後面有很多 法規上的問題 就沒有繼續 走下去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的經驗 就是 在創業這條路上 那後來也因為想說 好像 那陣子還滿 滿潮流 就是回部落或回鄉下開店 那咖啡好像就是一個滿 咖啡店滿 就是一個滿熱門的一個選項 就剛好有一個機會去 咖啡店學 烘焙跟品嘗 那 那當然沒有像黃漢那麼厲害 就是 可以 就是以這個 當作是一個品牌去經營 對 那就是 稍微碰了一點 我就覺得 也滿不錯的 然後後來也因為 因為 另外一個工作的那個 推薦 那個推薦人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剛推薦我去 政大民族系 一個老師那邊 擔任一個助理工作 那 那時候就 是你啊 是你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 你介紹我去文林老師那邊 做那個文化資產調查的工作 哦 對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那邊 然後就發現 好像研究所的課 會比大學的課有趣多了 而且又是民族系的東西 就是 可能會跟原住民議題很有關係的 所以 這個東西就也勾起我的一個興趣 也 也會想想像說 以這個為背景 好像回到部落也可以 也可以在這邊有所幫助 不管是工作或是對部落 就是 好像蠻好的 那 進了研究所之後 開始參與了老師的這個 關大維老師的學術研究計畫 那也跟著部落 一起做事 然後 開始慢慢慢慢的就 呃 真正的去踏上回到部落那條路 那 那 回到部落應該可以算是2017年開始 那在這之前其實部落一直遇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 額口外流嘛 那沒有年齡階級組織 我們部落從民國50年大概牽引到這邊 到 到 2010年之前都沒有年齡階級組織 那文化傳承就有很 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風年紀可能會 停辦這樣子 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 部落的族人也缺乏這種公共意識 就是 呃 那是第一天的風年紀會場 在場就是沒有任何一個青年 就是 只有我一個 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50歲以上的 呃 壯年到老年 老年在這邊 然後就覺得 天啊我好像 好奇怪 沒有年輕人在這邊就是很奇怪 對 所以那時候就真的會覺得說不行 好像 部落好像隨時會垮掉瓦解掉的那種感覺 那也因為 在這樣的一個意的一個狀況 呃 部落青年開始有一些人 呃 一起一起去努力啦 我們部落 呃 有一些哥哥 開始有回到部落居住之後 哎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接上線說 哎 其實好像我們可以去推動 建立年齡階級這件事情 那從2010年 2012年 每一年都在講說 我們要重建重建重建 到2016年真正的正式的去 呃 建立年齡階級 呃 這段時間就 呃 呃 就是一直在 喊喊話 六年期間 到真正建立就花了六年這樣 那 右邊就是我們現在 呃 重建的一個年齡階級的 呃 計畫來去 來去執行 部落的這種文化的工作 呃 包含去辦這種年齡階級的訓練營 然後 呃 去做這個部落歷史的調查 然後也出了一個小小的 手冊 呃 然後 認識這個 稻米 耕作的那個 時程這樣子 那到 呃 去年 去年的話 就是 蠻多計畫是跟 自然環境有關 像山林跟核產 那我很喜歡去年的計畫 就是我們 呃 大概是隔了 二十年 部落才有人 真正在去踏上 呃 山林的這個空間 那這個位置是 在電光的後山 呵呵 就侵入了那個 黃岸大陸的領域 也沒有啦 就是 呃 這塊區域 區域到 呃 鄭新部落 就北邊一點部落這邊 就是我們族人 呃 因為我們是遷徙過來的 的 的 部落跟族人 那本來就沒有 在這邊生活的經驗 但 可能有某種默契下 我們可以在這邊 這塊 山林空間去做採集狩獵 那 呃 老人家包含我的外公 以前也都是常在這邊拿獵物的 所以就那時候就一直會想說 有沒有辦法有這個機會在 踏上 我外公曾經去過的這個山林 那 終於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真的真的 走回去了 然後真的在那邊 住一個晚上 然後聽著三腔在 在 頭上串來串去的聲音 然後 在很近的附近 就叫 叫聲就很近 對 我自己覺得 還蠻 蠻感動的 這個 這一次的計畫 對 好 先不要提外話 這個 後面大家可以問問題 好 那 呃 這段時間回到部落到執行計畫到實際的改變 其實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 部落從風原季的時候大家都不太好好穿衣服 甚至穿著拖鞋就進到會場 那到 呃 應該說對 我們部落的每一個人都有很大很大的鼓舞跟 呃 感受上的不同 會覺得欸 部落終於有年輕人 部落好像有點不一樣 對我自己也是覺得這些這件事情也是讓我 呃 呃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好 那因為這個 今天這個題目 我大概在前面分享一下我大概回鄉的經驗嘛 然後到部落 參與部落工作的一些經驗 那 可是在部落裡面生活 總是一直會被問這樣的問題 你到底在哪裡工作 好這應該是 我們我們這 我 或是說一些文史工作者的這個 呃 很很很常被問的問題齁 那 我的工作性質 就是 大概可以分這幾類啦 那有學術調查 有文 有寫文章的 有寫計畫的 然後也去做 講座 呃 當當講師講者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各種的臨時工啊 比如說幫人家攝影啊 啊 有時候 有時候也會去協助不同的計畫去執行 就不一定是我自己的計畫 然後還有很多 各種 各種 各種你想想想得到的工作 就是在部落常會去幫忙這樣 就還蠻蠻蠻多元的 所以有時候 你問我在哪裡工作 我真的也 不好講說 呃 要怎麼講 那後來我就同一個說法 噢我在做文史調查 我在 我在那個 可能就是 在哪個地 其中一個案子 哪一個地方做研究 我只講了一個 因為要全部講完 太難講 好 我們來看案 就是 就是我這三年啦 這兩三年 就是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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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在執行的東西 就是 就是其實有包含了做農村調查的 這個是農委會的大計畫 那有做國家文化記憶庫的 就是去幫忙做 資料收集 那 也有跟柏剛他們一起 執行的這個 柔皮的計畫 標案的 那 那也有在學術研究上 之前有跟一個老師 他現在在宗教大 做阿美祖小學的這個 這個 先導性研究 然後也有做 國土計畫的 特定區的 土地研究的 沿海保護計畫 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我也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跟大家講 我要活著 工作是什麼 就是其實每個類別都 差異蠻大的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 光看這樣就 我也很難跟大家介紹說 我到底是做什麼工作 那也有寫文章啦 有文章 就相對比較簡單 就之前 接到蠻多 是原世界的邀約是 做 刊物的 那 那 還蠻不錯的這個薪資 計算 他 如果等一下你們有對薪資的部分 有想 有想問的話 我們可以私下再問 嘿嘿 好 那在計畫的部分就是 嗯 呃 會比較多是跟部落有關的 自己寫的一些計畫 包含這個 池上阿美族推動 這個是跟 我們在地的團隊 他們想要推動池上 呃 去重新建他們年齡階級 因為知道我們部落 就重新建起來了 那 那時候議員就有找我說 欸有沒有辦法去幫助池上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正在執行 對 那 另外也有做九區植物園區 現在正在執行 但是我的植物快死光了 呵呵 那 另外還有 呃 前陣子是 這個是文化人才培育計畫 是跟訓練營的 有關的 那這個 川流不息就是跟河川之遠有關 山友會就是跟山有關的 然後 還有 包含這個 勞望空間研究 希望可以重建一個 呃 傳統的男子聚會所 呃 其實就寫了蠻多不同的計畫在部落執行 那 那 呃 成效都不不太一定 那 可是我覺得很棒的事情是 有一群 我們的部落的青少年 有一起跟著我 跟著我們一起做這些事情 其實 可以也可以看到他們現在的改變 對 那 等一下有機會再來分享 我先趕快把它講 好 那再來就是講座的部分 其實也是我很重要的工作 薪資來源之一 就是 很多的講座分享 邀約 就是可以讓 呃 我去講不同的主題 那 最近比較多的是跟 土地議題 就是 就是部落地圖有關的分享 那 這一場就是返鄉經驗分享 那 呃 呃 台科大的呃 老師有在這邊做US啊 就是大學社會責任計畫 在觀山 然後也找我去做一些分享 啊 部落發展歷程啊 等等的 然後學術性的這種分享也是有 那 那 所以可以看到這些工作 就很多元 就是 如果你要很單純的問我說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 我我講不出來 因為我不是正 我沒有一個正 我沒有一個是正職 那 全部都是兼任的計畫 所以 就 就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寫槓到不行的 的青年 好 那 那我有看到 那個 在計畫表單上大家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 欸目前遇到的 返鄉遇到的挑戰有什麼 挑戰的部分齁就是 就是 因為 哈哈 對 這個應該是柏剛也 深刻體會到隔壁很吵的一些事情 因為生活習慣不太一樣吧 就是有的人就是會習慣 把那個喇叭就放在外面 就是開到最大聲 然後好像全部人都很喜歡他的音樂的感覺 這個 這個是其實也是很困擾 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 這些人有時候又不好溝通 他只覺得 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這邊又很空曠 大家彼此就 本來就不太會去 不太會去講這些事情 所以 就好像很難去處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部落的哥哥就 他們比較早回來 然後就還蠻 好像很孤單的感覺就是 常常他們不想回家 就跑來找我 因為我們家可能沒有大人 就是只有我們家 我現在住的房子 是 是獨棟的 那我外婆住在隔壁 所以就沒有大人 在家裡就比較好聊天嘛 之類的 就是常會被找 那 另外一塊就是 沒有家族背景這一塊 其實是要講 有些計畫其實 大家會看你的 家族背後的力量去 去 給予你相對的支持 也就是說 你在 你 你 你沒有權沒有事 大家就不理你 有時候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OK 另外就是計畫執行 其實 寫那麼多計畫 其實有時候還蠻挫折的 就是 委員提問 就是會 有時候會讓人家很生氣 就是你根本不了解 我們部落為什麼要問 這樣的問題 或是給你 很奇怪的建議 那 也會覺得倦怠 就是一直寫計畫 就是會 不知道 下一步 好像是為了 為了拿錢而寫的那種感覺 會 會有失去目標的那種感覺 好 再來挑戰 還有 去台北很遠 就是觀山到台北 搭一趟車要 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 就是很遠 就是讓我 很懶惰去台北 好險現在有線上分享 要不然就是外地的演講也是很痛苦 跑那麼遠 然後講了一個小時就要回家 對 嗯 好 越來越胖 吃得太好了 那 也因為是 應該也是 家裡很舒服 就是我們 很常 在家裡 大概就是待好幾天 又是 又是做文字工作 可能 有一陣子 可能一個月都沒有 沒有出遠門 都有可能 好 然後都市的食物很遠 就是你要吃麥當 吃肯德基 你要跑一個小時 車程才吃得到 那所以每次有機會去台東 出差或是工作的時候 都可能會想要 請人家買個這種都市的食物回來 OK 那 阿嬤叫我出來選 這不是淡水阿嬤 就是 當地的阿嬤就會覺得說 欸 你都回來這這麼久很有 很 然後又寫計畫什麼 你要不要出來選個什麼東西 嗯 我沒有想 OK 那我覺得其實挑戰部分 有開心的部分 我覺得更多啦 就是 家裡很大很舒服 就是 一樣 一樣是七千塊 大家在台北住的是套房 那我現在是住的是三層樓的大房子 就是 很大很舒服 然後常常可以接待朋友過來這邊 嗯 玩啊 然後 一起 一起聊天 等等 那 有贊助商 就是有些 嗯 就是我們階級的人 就是他就把他的 Switch的遊戲 全部放在我這邊 因為 可能他在家裡也沒有人陪他玩 所以他 他就當兵嘛 放家就常常會跑到我們家 然後就 一起玩遊戲 很可愛 那 再來就是 喝酒不用錢 就是 常常 對就是有人會來我們家玩 所以 酒前都會有人負責處理 對 然後 然後我覺得很另外一個真的是很重點的就是 嗯 窗外就是很漂亮的山的美景 然後 嗯 很舒服就是在花東這邊 嗯 可能你會覺得開車一兩個小時很累 可是 可是在花東這樣子長距離開車其實不會很累 而且 就是路很路很舒服之外就是 嗯 風景又很漂亮 不會覺得讓你很有壓力 就是這個這我覺得是很很大的差異 啊 再來就是 這邊的空間很大可以做很多事 那 種菜啊 種植物啊 這最近我在做的 我女朋友最近在做蛋糕 我就是 廚房很大嘛 就買一堆器材 啊我自己也還蠻喜歡木工就是 因為這些新的一些計畫 的關係就讓我覺得 好想要一個木工室 然後也稍微就是用 比較簡單的材料來去做一些 嗯 傳統工藝的東西 那家裡也有一個卡拉OK機 你不用去錢櫃 你就可以在我們家就可以唱歌 嗯 健身也不用去健身房 在家裡買雅鈴什麼的 空間很大可以放 對 那 呃 另外一個很開心的部分就是工作其實很彈性 說彈性 這個這個其實應該也是 也是很困擾的地方 有時候忙起來一整個月都沒辦法放假 這是很常出現 可是有時候很閒的時候 像如果是寫計畫為主的話 就12月到3月的時候就還蠻閒的 可以可以很好的放假 但是你 8月之後 8月到12月 然後這段時間一定是崩潰期 就是執行計畫跟結案的時候 對 好 再來就是很多菜很多八牛很多肉就是 親戚嘛都會送送這些東西 因為因為就是自己自己採集或自己自己家的食物 就會拿來分享 其實就就可以吃到很新鮮很新鮮的東西 也不用也不用花錢去買 好 那也我覺得在花東有 應該說台我覺得應該比較貼切來講是台東 就是台東的市集小市集其實蠻多的 就還蠻好玩的 最近也在呃一起去擺攤 呃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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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小市集玩這樣 小市集 在地的小市集 就認識朋友之外也做了一些 嗯 小小創業的嘗試 好 所以 因為這些經驗的關係現在其實 呃 呃 為什麼想要創業 一方面是 呃 我們家裡的這個空間 其實我 我 我就常常是坐在電腦前面工作嘛 就早上就是從房間出來就是可以工作 可是會發現呃工作跟住家的環境實在太近 分不開 有時候 有時候 呃 還是需要需要比較好的空間來去 呃 分隔開這個情緒 可以回到工作的情緒 或是休息的情緒可以分隔開 所以呃 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很想要在這個地方 找一個空間來創業 那現在就是找到一個房子了 已經下 嗯 租約已經簽下去了 那最近正在整修房子 然後 因為整修的關係 我現在手很痛 對 昨天還去搬了很重的 那個站板 準備拿來做裝潢使用 那之後想要跟我女朋友開的是 呃 這個原住民工藝材料店 因為其實 在花東地區其實好像沒有 原住民開這種工藝材料店都是 都是漢人為主嘛 那 就想說欸 我女朋友也是工醫師 他對這個材料也很熟悉 那我們好像是 可以試著在這個地方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女朋友的哥哥 他烤肉非常厲害 然後 然後我們找到那個空間 後面有一個小屋子 我們就一直覺得說 他很適合做一個小小的居酒屋 可是為什麼要開居酒屋 就是 在關山池上 以至於到陸爺復里 沒有任何一個是晚上 嗯 不要講青年 就是晚上這些 大家可以聚會 的一種 空間 開會討論 居酒屋 聊聊天的空間 其實完全沒有 在這邊 晚上七點之後 你要找到東西吃 你就去Saven跟全家嘛 要不然就是去買雞排 然後就沒有了 或者是禮拜四有夜市可以去夜市 可是 其實 我們在回到鄉下的人 也很需要這樣的空間去 療癒彼此嘛 所以就想說欸 這些事情是 很可以做的 所以之後可能黃漢跟 黃漢跟凱文 也會是常客吧 哈哈哈 對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管副落的事情 或是工作的事情 就是以上就是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等一下希望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想 可以跟人家說我是研究生 那雖然現在我也還是研究生 但是跟人家說我是研究生的時候 自己就會覺得不好意思 對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共感 那其實剛剛也在哈佩分享的過程當中就想到2009年2010年的那個年代 而且是我第一一開始認識黃漢兩樹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在電光參加那個那個就是成長班嘛 然後我們現在在線上的這個史拉女士 史拉小姐 史拉小姐姐也是我們的夥伴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哈佩是大一對不對 第一次過來 所以就覺得這個緣分好有趣喔 然後就串連在一起 我們從海岸山脈到縱谷 然後連成一條線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要迎接的就是我們的阿里曼 就是在我們中央山脈的這一側的出來部落的阿里曼 然後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返鄉經驗 那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 那他前一陣子剛從他剛從東華大學畢業 那他的碩士論文其實也是在談他一路以來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把這個時間交給凱文 那凱文不要在線上嗎 有有有我在我在 OK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我們的阿里曼 謝謝 好這樣都有看到 好那個如果大家好 如果突然有很吵的話請見諒一下 我臨時現在在華蓮的文化館 然後借一下他們館內的櫃台來做線上分享這樣子 好謝謝秀明 臨時幫我找一個至少是相對來說舒服的 好謝謝那個剛一路上我都能夠盡量聽都盡量聽 然後只有一段時間我有先換變成電腦 那從黃漢那個哥哥這邊啊 一直聽到那個哈拜這裡 然後有一些東西其實我在聽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一些蠻有感的地方這樣 好那我先打掉BBT 我先那個先自我介紹 我這樣子的話我就看不到我自己畫面 你們有看到我畫面嗎 我有看到你本人 我有看到你本人 但是沒有看到你的本包 可是我已經投出來了耶 沒有喔 沒有耶 你是不是要開兩個啊 開兩個要怎麼開 你現在 不是等一下我沒有分享螢幕啦等一下 OK好 因為我看到你有兩個上線的帳號 好 我分享了然後 有了有了 有齁 那我這樣子就有了嗎 有有可以 好OK我就看到我的PPT齁齁 好那大家好我是凱文 然後我叫阿迪曼 然後本身是布農家排灣族的孩子 然後那個一些柏剛前面 有先幫我做一個介紹 那除了黃漢學長 我比較知道名字之外 然後再來就是哈拜 也比較從之前 東部清草創時期的時候 就有跟哈拜接觸 那也蠻有緣的 然後因為 就因為這樣子接觸到 哈拜也回到元鄉 也回到觀山 然後也結識了 我們很重要東部清夥伴的妹妹這樣子 算是一種冥冥之中的一種注定 還是說一種 嘿 還是說什麼輕上加輕等等的哈 對於我們來說就是 這是一種很棒的一個喜喜喜喜樂哈 也是一種很好的機會 能夠這樣子攜手相伴 那我剛在開始的時候 用了這個詞 然後我剛在做 我剛在看我PPT的時候 我發現我忘記做抬頭 所以我就馬上沿用了 那時候跟小孟還有柏剛 我們去分享傳統領域地圖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有一句話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PPT上面 用一群人的力量化解個別的孤單 用一群人的陪伴化解個別的孤單這樣子 好那今天就是聊天的人 就是我本人 那我在這個前面的幾個一些片段 我就是會以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跟我的研究方向做一個搭配跟扣連 然後會去彈述一下 就是比較是結構性的問題 跟一體性的東西來去討 去做串聯跟引導 之後我會用更多的 我自己本身出來今年的經驗跟照片 來去直接是生活化的故事化的 來去跟大家分享這樣 好那都不清 大家應該都已經不是 不在比較不會那麼陌生了 好像在很多的學術單位 或正之餘是在社區社照的 很多的原商地區 似乎看到東部清 聽到東部清 至少都知道這個三個名字 但是到底東部清是怎麼樣的 一個群體組織 我就很快的一個簡短介紹 那為什麼要介紹東部清 是因為在我已出來青年的前提之下 其實我的最早的前身 就是東部清的基礎 那東部清其實回到這個上面有一塊圖 有沒有看到右邊這一個 他這個是早期順大川主委 他推動的叫做第三學期的政策 也就是所謂的現行的實驗教育 跟民主教育 他推動的叫做部落學校 當時只有五間學校部落學校 布農組剛好就在我們台東沿海地區 那時候我就進入到東群部落學校之後 才有延伸到現在這一塊的東部清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等一下我會再說 那大概了解一下東部清其實是 多重的多元的邊界是相互重疊的 我們彼此的關係身份 彼此的情感生活圈 其實都在互相堆疊 那不管是朋友親友的 還是罵己還是家人的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最好的夥伴 其實都是在我們最旁邊的那一群人 那回到六個小組 當時創辦的這六個人 其實柏剛小夢就是當時的男女朋友 現在結尾夫妻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跟紀瑤 當時是大學同學 然後柯維是我們大學學長 他帶他的弟弟 所以當時的東部清 就是有六個人的小組籌辦籌備 創起來的這個跨區域 跨族群的那個青年組織 那東部清到底想要做什麼呢 其實東部清這個三個石頭 也我們叫做班寧 這個班寧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叫做我們同吃一鍋飯的意思 如今我們今天已經不是 只有非單一的氏族 甚至於不只有單一的部落的時候 我們已經橫跨了很多跨域 跨學童 跨區域 跨族群 那我們想做的不外乎 還是有最主要的基底基礎 也就是我們的基本的傳承 包含教育 包含在地產業經濟 包含文化這件事 當然我們都比較多 我們的大學背景 很多都是在民主學系 跟東華大學圓民院 所以我們最早的開始起頭 其實是從文化 自我與族群認同傳承以延續 包含支部刺繡 這些等等的 一些工藝附贈的課程 那我們慢慢陸陸續續的時候 其實也開始慢慢去扣連到 教育面跟產業 那目前這個在地經濟產業 也就是現在在回應我們的主題 就是反向回流跟在地創生的這個議題 那待會等下後面有一些可以分享看看 有沒有可以去互相對話的 互相可以交流的 如果說也搞不好 在前面聽到的朋友覺得認為說 覺得可以怎麼樣做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給予我們多更多的意見 因為我自己在出來 部落這個部分的文化產業 這部分還算是蠻薄弱的 那比較著重還是只有在教育文化佔比例 比較多一些這樣 那反金字塔的推動動不清呢 這些人就是我們 我們為什麼我顛倒的原因其實是因為 我們用最少的這一群人的力量 其實我也不喜歡用講知識精英 應該講說就是有心的 有心愛不落的青年 知識精英比較是所謂社會給予的 這種標籤的一個名詞 那為什麼知識精英在最底下 因為我們就是一群那種有心人士 然後笨鳥要先飛 我們不管想要做什麼就先做就對了 那這個六個人真的就很笨 就這樣子做做做 做到了往上面堆疊了這些原青青年 包含青年的培力 跟甚至於是創造更多的機會 夢想的推動一直到回到最上層的 所以這個在地部落的發展呢 跨世代串聯跟共存共融 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我們應該是把最上層的位置 釋放在部落裡面 而不是把部落變成我們的基層 然後知識精英永遠在做 在最為上端的那一群人 好這是東部清有這樣子的一種動能 跟這樣子的反思的力量在裡頭 那回到當時為什麼要創辦的時候 這要回到我跟客偉當時在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東群部落學校工作 其實我們已經回家了102年的時候 就發現好多 現在很多元在當時的元商 非常非常多的社區發展協會 或者是其他的人民團體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看見這些 人民團體跟協會組織的運作 跟可以發揮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我們沒有看見好像只是拿到錢就辦一辦 然後就花一花就結束 到底這些的所謂的我們講社造社區 社區營造這些或者是社會福利這些的東西 到底跑去哪裡了 那因為這是我比較有一點敏感 剛好是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我本身是社會工作學系社區 比較走向社區 所以我那時候回去 其實我很想要回到社區裡面做社區工作 因此我在跟客偉開始聊的時候 就聊到這件事 那殘捕的福利永遠無法解決 我們元商很多的事情 它是一個資源沒有錯 但是這個資源我們怎麼樣去整 我們要怎麼樣去整合 好好的去利用它 有很好 但是我不要去嫌這件事情是煩的或是壞的 反而覺得這個東西是就多好好利用 所以我就延伸 我們延伸了這樣子 把為什麼不要把這個延伸福利或是 不管是計畫補助還是等等的去 往這樣子方向去推動創造機會 或是走向地方的發展 或者是甚至於是有提升青年的賠利的自我決定 是青年的一些的想法的思考跟辨思 甚至於興趣培養 那這一方面呢 在東部清很多的計畫裡頭 都會把它放進在這個主要裡面的一些 宗旨跟目標 希望是多項的發展 雖然沒有辦法很全面性的照顧每一個不同世代 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階層的青年的想法 但至少我們 但至少我們努力把這樣子的 所謂的補助福利的東西 運用在更需要或者是更 更回到以青年身上或者是部落身上所期望的這種的 活動的規劃或策略這樣子 好 來這回到這個敏達撒 這是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敏達撒ING啊 你搭討這個布農語叫做成為合一 就是 比萬嗎 就是 因為怎麼說就是成為一個 那我們回上後的時候 調適問題 我回到初來青年 跟青年組織行動的發展 東部清的這種很 很跨越的公共平台的媒介 這個東部清 再結合我們現在一直在做很多的 不管是文化教育跟產業的成為布農族人 這個是我們 我自己認為我們現在一直在走向的核心 叫做成為合一成為布農人 好 了解一下布農族 那布農族是一個非常 氏族非常家族性的一個社會結構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分別是家族小事總是大事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分辨自己 都可以講到自己的小氏族 然後再到我們的高度士黨 我們都可以知道我們是誰跟誰是朋友 所以我跟我跟朗武小夢 我們是高度士黨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大士族 這樣子 我們是同一個宗族 所以我跟小夢是高度士黨 所以是這樣子的意念 意思 所以我就一直試著想要 把東部清組織這個結構關係 想要把他怎麼樣 試著把他串聯成為 有一個類似有文化基礎 底蘊 孕育出來的一個系統化這樣子 所以我就試著把東部清他作為盟友 因為東部清剛有介紹 他是組成了很多跨非布農 非原住民跨族群血統的一個群體 然後東部清下來之後就會有不同的部落 比如說我的部落或者是小夢的部落 或者是阮山岩皮 甚至於台北地區的朋友 可能這些我們串聯起來的不同地域 我們就彼此稱為叫做同士族 因為我們的同源都是有一顆心 叫做東部清 以此再下來之後的力量 就是最小的 小的士族就是 我的出來青年 或者是我個人 或者是其他個人的青年 或者是其他部落的青年 這個彼此彼此呢 就可以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小小士族的 也是整個部落布農族最小的青年組織的單位 這是我試著去轉換成 如果變成這樣子 布農族的士族關係的分類意義的話 如果回到我們身上 有沒有可能可以重新詮釋 當代布農族的青年階層 當然也不是說階層 青年的組織關係這樣子 好 這是我試著 那我也覺得蠻有趣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是 東部清我現在一直在帶著我出來部落的青年 我出來部落青年 我也會帶著去其他去跟阮山部落換工 武林部落青年的換工或交流這樣子 好 那傳統經濟的社會型態就剛講了 布農族就是一個除了社會 傳統社會之外呢 然後柏剛有說過一句話就是 他們布農族特色就是 後天個人能力前提的基礎上 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競爭的 是彼此分享跟照顧 所以這樣子的精神呢 跟這樣子價值呢 一直流傳到現在 我們東部清包含我自己回到出來青年 我們仍然有用這樣 我們仍然看得出 仍然用依照這樣子的 照顧模式呢 一直回應在我們青年彼此的身上 所以為什麼說 陪伴才會化學彼此的孤單 布農族雖然很慢手 要喝了兩三香 他才會開始慢慢的 慢慢的開始三八嘛 這樣講 也不是三八 就開始比較熟弱一點 如果有布農族朋友應該都知道 你可能已經差不多醉了時候 布農族才開始真正的嗨這樣子 好 這是布農族比較蠻有 蠻蠻蠻蠻有特色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悶燒醒 那東部清發展就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結構裡面呢 大概了解之外 是因為會跟我出來青年非常有息息相關 東部清剛有講過他作為一個很整合的 跨界的資源媒介平台 所以出來青年很多受惠與東部清的協助跟幫忙 所以讓我們有很多的資源跟機會的抑注 讓我們去做很多再出來青年想要做的事情 包含我們初心融站之前的打入和空間 然後一些之前出來的小蜜園 我們兩年前就先停擺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土地的問題 加上我回到塑班去讀書 蠻可惜 那再來就是我們拜訪小組 我跟柏剛跟小夢的心理系流域策會的調查 跟回舊社的行動 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傳承 剛才哈范講說他的女朋友 不曉得未來是不是準老婆 他的女朋友呢 就是我們的很重要的文化傳承 產業推動的一個很棒的一個例子 然後東部清跟我們其他的夥伴 也一直在不斷的支持跟鼓勵這樣子 所以也很期待那個小夢的哥哥 俱南的聚酒屋 這樣子我以後有地方可以落腳 可以好好喝酒的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旁邊呢 東部清學校布農學論壇 然後一些像是有一些議題系的活動 跟東部清樂團 我的歷程大概是這樣 我先回到我自己部落裡面 開始跟我出來青年 在就在青年與東部清的跨兩個族群 跨兩個群體的之後的整合 再到跨區域族群 族群跨域的這樣子 好 我是出來部落 南橫公路東段處的出入口 所以我們緊鄰池上跟關山 關山這樣子 所以要往南橫公路就一定會經過我家 那出來部落蘇萊亞他的意思就是雀容 但是蠻好笑 這邊已經沒有雀容了 然後部落就講說 你們叫雀容雀容雀容 雀容樹在哪裡 雀容樹早就被砍掉了 因為要開發現在這一條台24 我們是幾啊 台20線 台20線這一條路 開發之後把這邊原本有的雀容樹砍掉了 蠻可惜 好 我就回家了 然後我回到家的時候 這邊也會是回應一些的 那個有些人的提問 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我會反思 到底我是不是部落的年輕人 或是部落的人 那是因為跟我自身的家庭的學 那個族群認同有關 身份認同有關係 因為我一半部門一半排灣 其實早期我在布農族的時候 我很容易被認為是排灣族 其實我的確是長得很像排灣族 但是有時候會讓我在小時候的身份認同 就會有這樣子的很掙扎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一加一大二二 所以我是到大學之後 才非常的強化自己的身份認同 跟自我認同 甚至於文化認同這件事 所以我回到家之後 到底我要幹嘛 那是因為在前面有講到 受部落主義師 甚至於就是所有的 反鄉服務的這種使命感 這種既然學了民主學 學了文化這件事情 好像都必須得回家這樣子 不外乎我們這幾個人 好像也是這樣子 就是想說要回家 到底我們回家 他是不是能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回家沒有那麼容易 你包含你要面對的是自己的身份 你自己自我的問題 還有家庭的問題 甚至於整個部落的期待 跟期盼的落差 和不同的差異等等的 好 開始一直在尋找 到底怎麼是成為有用的人 這也是在我跟青年接觸 一直到現在才知道 永遠的臨時工農工還是這樣子 但至少固定薪水 月薪年并計劃薪導 對部落的人來說 會覺得是穩定的 我舉例來講 我現在在文化館工作 其實我也叫做臨時人員 我也只是一年一聘 但是部落的人會認為 你這個就是算很好的穩定薪資 很好的工作 但是要更好的話 就是新貴族群的軍工教護 這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我 那不錯 那我還在中間的 原來在文化館會是 臨時計劃型的約故 一年聘的 對部落人來說 就是一種中間分子這樣 好 然後我開始跟青年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了馬伊拉夫舞團 然後這個舞團看到青年 透過他們的 他們自己學習 這個時候我開始慢慢的了解 原來自己青年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想要自己成立自己群體的模式 透過舞團 透過所謂的球隊 這個時候其實 才是我真正開始認識了這一群青年 回到部落裡面 要不然其實跟我同年齡的青年 都已經結婚了 然後我不好意思 一直去找青年打擾人家 這樣子會破壞家庭氛圍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不要去打擾 不要去打擾那個同學好了這樣子 然後 對不起 然後我又跟 我又跟部落的長輩 又不是說很熟悉 很熟悉跟熟弱這樣 所以我就跟幾個哥哥輩的 跟下面的這些青年 這樣子相處在一起 那相處一樣的緣 不同年齡層的銜接 同才之間的影響性 那不再試試我群體的一個群圈 這個地方開始 我也從他們中間 開始去理解很多的兄弟情感 兄弟的情 這個叫做 一個組織嗎 一個氛圍跟模式 那我也因為他們這樣子 也慢慢的去打開自己的 不同的視域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透過球賽 跨部落的球賽 這個部落盃 他們也認識彼此 很多的親族也好 友情也好 包含不同的地域的認同 的這些事情 他們會講說 那邊是哪個部落的 慢慢的其實我也在裡面看到 他們已經對在生活當中 其實已經慢慢有理解 跟傳統領域 有一點點這麼樣的扣連在一起 那回到這個兄弟情感的 管理模式 這是現在的青年 包含我在裡頭的 這樣子的一個 我自己查 觀察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階 管理模式 階層字 我並沒有要說 要像美族 或者是像被男族 有這樣子嚴謹的 只是我覺得 他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整個部落青年裡面的 某種程度 他還是會有一些接續在 所以哪邊就是大哥哥大姐姐們 他就會 他的授法基本上 下面的弟弟妹妹們怎麼樣 他都會一起授法 跟部落輿論壓力 然後包含處罰規定 這樣子 然後哥哥背的呢 就可能我算 就會算是在哥哥背這邊 但是那個 但是因為我不是球賽 所以我不會跟著連做法 我是旁邊的球精這樣子 旁邊的撿球的人這樣子 遞水的遞毛巾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一群年輕人就這樣子 好回家了 剛剛講到說 居酒屋 哈拜德 我回應的是想要回應到這一塊 因為 在回去的時候 卡拉OK反而是成為我們最好的 青年聚會所 我們每次放假的地方 約聚點的地方 都在卡拉OK 那是我們最容易最快 可以凝聚的一個很好的便利的場域 它也形成了一種很奇妙的一種 青年的一種認同的場域空間 在這裡面有愛恨情仇 在這裡面可以聊很多事情 其實也慢慢的形塑出這個 整個群體的一個結構 那就會覺得卡拉OK 可是卡拉OK 當然只是一個娛樂場所 但是雖然它還有一些功能可以去討論 但是在部落回到部落眼光來看 它只是成為一個部落的老民 跟標籤的污名 每次只要青年聚在一起 他們只會想到 我們在拿麥克風拿杯子 拿杯子就是說我們在喝酒 所以他們部落的長輩 還是會給予這樣子卡拉OK 等同於負品的價值 那當然這是媒體資訊的 一些污名刻板的報導 跟現在社會價值主觀的這個置入 所以這邊就不說 所以我們就碰到這樣子的情況上面 我們就躲起來 好我們想辦法就不要給部落的人看見 我們也不要造成擾民 不要造成半夜十二點一點還在那邊唱歌 這樣 所以我們就躲到了我家的豬寮 然後就想說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在聚在一起聊完之後 想說我們是不是要更 真的要有心群體在做 要聚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有一點類似叫做扳回一城 扳回這種所謂的被污名化的負面的印象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大嫂喜慶 我們都會主動去當酒保跟打掃的人員 這樣 當酒保的好處當然就是因為會提供給 那個工作人員的那個嘛 酒桌跟餐桌這樣子 好出來女青年的身影呢 這邊有一個美妹 比較不清楚 我沒有放他特別招 他的照片蠻少 他是唯一一個跟我們男青年聚在一起 也是出來青年聚在一起的唯一的女生 那這個有一個可以去討論的另外的議題 就是女性的位置這件事情 在部落很多其實都比較不會看見 那有一些像台灣族像佳萍他們有成立請女青年會 這件事我就覺得蠻欣賞的 有機會可以多跨部落的交流這樣 那這是唯一的寶妹呢 他就蠻特別常常跟我們一起 不管是男生的活動女生的活動 他都會參與 那其他女生呢 我就不說了哈 因為這會是比較 如果等一下在後面再說 然後我們就蓋我們的達魯汗 達魯汗就開始 就是周圍的小米的附贈紅里建作物的一些的文化的一些植物的耕種這樣子 我們這只是為了想要去做保存跟紀錄而已 沒有說要去做販賣或者是想要自己去吃 吃有有吃完了哈 尤其是那個樹豆很快都被吃光 然後小米呢都是被那個小鳥吃光了 好然後藉此呢 所以這個成立了達魯汗呢 是希望成為更部落的對話空間 因為有這樣子的今年的達魯汗 其實我們在裡面去做了非常多的活動跟 跟部落連結 包含我們的歌謠我們會請長輩 我們小米會是請長輩來教 所以我們的老師全部都是其勞 我們的課程資源教材全部都取之於部落 其實這一個某種程度其實是展開了一種我們跟部落的對話 當時我們一開始被部落講說 你們是不是負面吵鬧的這一群年輕人只會拿杯子 現在我們會好好的拿鋤頭 我們會好好的拿牆 跟長輩學習很多的文化 那回到我們去山上做這個事情的之前 就是小夢跟柏剛帶來了立體部落地圖 所以一直延伸到也影響到整個東部情形 延伸到心無理系的下游處的出來這邊 我們也去做了很多的老人家記憶的地圖 跟青年的記憶體圖 包含他們的狩獵的傳承機長者的生命經驗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時候的青年的角色 越來越凸顯 因為青年本身在我還沒有回去之前呢 他們的狩獵經驗其實就已經很豐富了 甚至於最小最小的年齡是從六歲開始 就有所謂的狩獵的學習的背景 狩獵的是一直跟悲 然後找動物 然後可能要找到他可能十一十二歲 他可能才開始會碰槍這樣子 這是回家回到老家 然後這個是也很開心 拜訪小組跟動物欽很多夥伴的努力 就是一起回家這件事情 然後這一個呢 不是歷史照片 這個是跟柏剛還有打麻將還有俊男 有俊男嗎 對我們一起蓋的 蓋的這個臨時的便橋 這個當下真的無法言語 無法言語你只能 我現在無法言語 你只能當下的去自己體會 因為只能穿著四角褲在水裡面 橫跨著這個冰涼的水 很冰的水 然後撐過這些木頭把它綁住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已經在無形中 也在慢慢的很多的計畫裡頭 包含回家回老家 狩獵傳統領域 舊醫治的調查當中 其實每一個人都在共學都在成長 那有很多的一些禁忌跟規範 像是無頭山出看出端倪 傳統領域的規範 盜獵者的觸犯 跟部落的認可等等 德里卡是我家的車 我家的車這個 就是因為早期我們要開始去 往立道烏路去做 這個拜訪小組的傳統領域調查的時候 這德里卡是 就是我們 這怎麼講 很棒的一個 陪伴著我們 這幾年的歲月這樣子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我家的德里卡 好 然後很多的故事在這個上面這樣子 那為什麼被部落的認可 是因為部落的人都知道 這台車是我家的車 只要車子停在旁邊 他們就不會去檢舉 或甚至去打掃報告說 有人亂停車這樣 因為他們只要看到是德里卡 他們就知道說 這是凱文的車子 然後就不用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要去山上這樣 但是如果是別人的車子 他們部落的人就會去 就開始要擔心怕有外面的人 沒有經過狩獵的規範 包含就是通知尊敬這件事情 進入到別人的傳統領域 好 這邊有一些故事集 就是背起生命之水 身體時間訓練技術 那時候去山上最印象深刻的是 背那些水 因為我們當時去的地方是沒有水的 所以要從溪谷 不對 應該要抖身上去 差不多有五六百公尺的抖身的路 好 我不記得了 因為我不會去記那個到底要多長多遠 因為我們只知道身體的那個身體感 就是差不多累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到哪裡 當你覺得快不行的時候 你就發現目的地已經到了 我覺得這是身體感的這種時間概念 他無法用到底要多長 沒有辦法用現在的量池來去記錄 這些很不一樣的傳承的記憶 好 再來 不怪的時候還在偷啊 這個其實是在講我跟柏剛就是 亂 我們沒有好好的很熟悉獵槍 然後想要去練習這樣子 結果就怎麼講 就是沒有看到動物啊 然後我們海迷路繞圈圈等等的一些 雖然看似開玩笑 但是冥冥之中 它裡面其實有很重要的禁忌的東西在裡頭 意思就是 我們並沒有準備好的心態的前提下 我們去使用了獵槍 其實這是對在山林當中很重要的禁忌規範 這是馬薩姆的 這是老人家是非常不認可的一個行為 好 其實謝謝台大的佩聯 也成為我們小小考古隊 然後在這過程中 也陪伴著我們很多的學習 也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原來老房子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在學習這個 考古的這種小技巧跟辨識的前提上 我們就覺得說 這是老房子老房子 然後就不會更多的去 怎麼樣去解析這個老房子的結構等等的 好 謝謝這幾年 三四年有了吧 也期待佩聯的論文 他考完了嗎 不曉得 好 那山林教師收入記憶知識的身體經驗 這個就是我們在山上的課程 比如說在好好的長輩帶我們 或者是去馬馬哈的一些例子 這就是佩聯帶我們去 然後我們去山上過西的照片 那這是去馬馬哈的 沖返辣椒之地的行動 已經去了8次 有8次 9次 也很謝謝那個 台灣台大人民中心是美小老師 那時候有台大的學生有來參與 台大學生在這邊 是去年的9月11到13號 那時候蠻驚險的 因為那一次是柏剛叮被蜜蜂叮到那一次 然後還好那時候我們有隨隊的小故事 要不然基本上我們很緊張 因為柏剛對蜜蜂是有過敏體質 哇 大家很緊張到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是馬馬哈 那台大學生如果還印象深刻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牛樟樹 很可惜這邊也在反映了 當時被很氾濫的那個山老鼠 然後最感謝的是我們人生彼此 這些青年第一次在山中看見 用狗圍獵的方式把捕捉到的山豬 也是我們的山林當中 這樣子非常的震撼的一種 一幕幕的畫面都還在我們的腦海中 甚至你可以想像那種 山林的山豬的那個狂背聲 是多麼的嘹亮 那真的是震撼教育 這個是沒有辦法教的 然後就真的值你當下身體的體會 好 寶妹你看寶妹也跟我們去山上 唯一的女生 也跟我們去山上 當天帶著用狗為力的狗 總共帶了17隻還是16隻 然後聽說弗龍哥哥說 很多的狗狗都已經往生都不在了 蠻可惜我最喜歡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裡面是非常多的 部落長輩的獵人 那這些長輩都非常厲害 他們的狩獵經驗跟故事 其實都在他們的每一舉一動當中 一個眼神當中 一個呼吸當中 哪怕是抽一根煙 你都可以感受到他這種 非常沉穩的獵人的一種 依靠跟力量 那一個特別是王光露叔叔 也就是王光露事件的王光露叔叔 那一次的就他查 測量他有跟我們一起去 他說我想要跟你們去看看 那邊的不同的部落跟老家 是不是有不同的結構這樣子 他有跟我說他們送家一起去 當然我們不會浪費每一次去山上的機會 所以槍是必備必備必帶的一個東西這樣 好最後結論就是回家思考 我們怎麼樣把自己的傳統東西作為一個基礎 然後怎麼樣去跨世代 我用念的好了 我有點不知道我在那邊打什麼 東部侵犯不同族集體意識串流 建立不同社會情境的辯證 關係與對話未知 所以我們這個世主的家 魯馬的社會的影響 他會串聯跨世代群的邊界的建構 部落共融共存共享的影響家園 那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找家 就是回望過去 透過部落地圖銜接長者的經驗 跟集體記憶 那怎麼樣去解植這些民政權的 踏踏行動理解殖民政權 超鍛鍊的文化與土地 其實這邊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去反映 可以去再多深聊 然後怎麼樣去了解出來 青年狩獵的身體經驗 然後這些青年 每一個青年都說他們都是國小 國小就開始打獵 他們打獵就是說 開始有狩獵的經驗 我超級佩服 國小國可能都還在吃糖果 他們已經在開始跟著長輩 他們可以去山上去抓動物 去撿動物去射陷井 再來就是人與土地空間主體 新病情受解殖民抵抗的力量 所以一直在想說 我們現在呼應 也是一個新的議題在講的 就是原住民知識體系的建構 最後就是造家 達魯喊他不是只有提供7G的在家感 他也聯繫共存了我們的認同的家園 因為這個認同的家園 不是只有單一我跟我出來青年 而是剛有說到的 東部傾向這樣子的一個夥伴 跨域 跨族群 跨血園 跨很多很多的邊界就對了 重新詮釋並賦予文化的新意 然後成為有布農族靈魂味道的 當代布農青年 並成為一廷 這個靈魂味道的這一句話 是柏剛跟我說的這一句話 謝謝大家 好 那非常感謝阿里曼的分享 那我剛剛突然想到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那當時我們小老師我們有舉辦一個工作坊 叫做原來還有這一條路 那那個時候的工作坊 其實我們就邀請了克偉 剛剛凱文嘴巴就一直有提到克偉這個人 那克偉這個胡克偉先生也是我們的一位好夥伴 那當時的邀請他來這樣子 2015年的那一次的工作坊 其實就是在談說 我們開始這些原住民年輕人 逐漸要從大學畢業 所以要離開校園 那有些事情正在編織夢想 開始踏上斜槓人生的起點 那當時我們邀請了幾位好朋友 來舉辦了這樣子的工作坊 然後也分享彼此大家在學校裡面所從事的各種 不管是文化啦 或者是社會議題等等的一些的學習的經驗 跟未來想要做的夢 那沒有想到2015年到現在已經2021年 已經六年過去了 那當時的東部欽是在炒創階段 那我們東部欽是社團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 有去辦協會 那到現在已經是第六年 也就是說在這條路 從2015年開始 那當時的講者陸陸續續也開始 走上了不同的發展的道路 那凱文的分享讓我想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剛才 那剛才阿里曼的分享是 從一個比較集體性的一個角度 來去分享我們大家這幾年過去做了哪些事情 那其實這些事情都是有一個一個的計畫案 而且是不同的辦理的類型所堆疊出來的 那我們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夥伴都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的摸索前進 那接下來的時間想要 那聽起來好怪 就是大家來聊天啦好不好 那我這邊來分享一下我們的問題 那大家都看得到我的問題 你好 那計畫工作者 這一次其實我們是計畫就是我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的夢想 我們為什麼想要返鄉的初衷 那當然對我來說其實我沒有自我介紹 其實對大家來講是返鄉 有一個途徑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創生實驗 我們過去的這幾年的創生實驗 那我們到現在這個階段做一個沉澱的說話 那有一些問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或許大家也滿好奇的 就說我們為什麼會回來 那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們準備好了嗎 那第一個問題是你的星座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星座 然後我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在地方創生人或是說 地方創生當然是一個名詞 那我們拉到20年前90年代2000年代可能是社造人 那我們現在講我們不知道怎麼形容 然後計畫工作者的人格特質有這件事情嗎 我先剛好跟哈佩對道演 那哈佩要不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星座 怎麼對道的 明明黃漢也在看 有有我看等一下會對到黃漢的牙齒這樣子 請你來聊聊這一題啦 那當然這是比較inner比較隱私的 那你自己尺度自己捏 但我覺得這一題滿有趣的 我覺得因為我對星座的研究我覺得還好 可是我覺得人格特質倒是有幾個不同的面向 像我覺得我們三個應該都算是比較 會有一點冒險性 會勇於冒險的一種人格特質會在 因為像黃漢他會去做那個無人機業務 我也覺得超屌的就是 誰會去想到做這個啊 就是回到部落然後結果 種田之外結果還當了那個無人機業務 欸我Q黃漢那黃漢來回答好了 我覺得聊天嘛 聊天嘛 我們幾位講者可以開麥克風 我知道要加入隨時開麥克風 這題真的是星座喔 你也可以講星座啊 我巨蟹座 巨蟹座 這題的特質是什麼 顧家 顧家啊 顧家啊 很照顧人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是顧家欸 反正我自己的確一直都在家裡了啦 嗯 照顧人會不會是一個特質啊 嗯 貼心的話應該算嗎 算吧 貼心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們真的現在是唐立啟嗎 還是誰 唐阿姨 他是欠缺一個國師啊 對啊 可能先請尹愛哥來那個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人格特質可能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剛剛阿伯有提到開創性這件事情 冒險的性格 黃漢你覺得咧 嗯 可是我覺得是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 大概在部落是 嗯 其實我覺得我重視的是生活這件事啊 然後做什麼倒還是其次 生活這個事情怎麼說 就是說 你的生活或是你 嗯 周遭生活的環境或是一個 情調 嗯 因為 我們 因為以我 我覺得是 大家都是為了想要 留在這邊生活 可是留在這邊生活 你就要去找手段 所以 生活是一個首要目標 那你留在這邊之後 那你要做些什麼 才是附加產物 嗯 嗯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哦 所以就是生活優先於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先讓自己能夠在這個地方 活下去 對啊 經濟基礎是一個嘛 那再來是 你的 你的人生藍補裡面 你對於在原鄉 在部落 在社區裡面 你的 生活藍土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你有 想有沒有想要對這個環境 或者是說這個養育你的地方 有些什麼樣的回饋 那為什麼要回饋 那 因為我們 我們都是原住民族 所以就會覺得說 欸 我們成長的養分都是源自於我們的族群血脈 那就會希望說 就是透過這 文化傳承的方式 然後去做點什麼 然後衍生出我們 我們的工作啊 或者是我們的興趣啊 甚至是我們的職業 那我換一個角度來 訪問大家好 我好像真的是主持人 就是大家就是 嗯 我們來想一下說自己的性格 就從自己來看待自己 會如何去引導自己目前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說如何引導你走上回家這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個性還是會不太一樣 那有的會是很千馬行空的去想各種可能 但是也有的是他會很堵實的去規劃很多的路線 然後嘗試錯誤 然後也有的會 他其實會是一個人群的連接點 那他是比較願意跟大家去做分享 或是比較 我們跟你講也許開放吧 外向吧 的性格 就是每一種性格可能會對應到 大家目前做的事情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想要從這邊來聽聽看 好快的經驗這樣子 因為我又跟你對待 你等一下這樣子訪談方式好像那個關老師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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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 我覺得就像你講 因為每個人的部分都差異都好像蠻大的 因為 對我來講 我的部分是 某種程度上蠻冒險 因為 這個部落他算是有點像從零開始 就是包含文化傳承這件事情 然後到我開始真的在 幫助 一起跟青年建立年齡階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都還是蠻冒險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未來性不確定 然後 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有誰跟你一起的那種狀況 那 所以我覺得我的部分算是一個比較冒 比較需要有一種冒險的人和性質 那我們部落的其他的青年 他相對就比較保守 那 可能會選擇他們 確定的拿得到錢的工作來去做 也就是說他們一直在講著想要回鄉回鄉 可是他們還是選擇在桃園或是台北 就職這樣子 因為相對是還是比較 比較看得清楚未來跟金錢的在哪裡 那這個部分剛剛就想到那個 剛才阿里曼講笨鳥天飛嘛 那 笨鳥是不是一種人格特質阿 阿里曼 泰文 笨鳥喔 其實這個詞是那個 當時的東群的江聰明校長 現在是我們的鄉德秘書 他當時就跟我們聊這件事情 他說我們去想嘛 有時候很多事情不懂的時候 然後不會的時候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是先走先做 你才會知道你那個前方的方向 是怎麼去探索去探路 後面的人那個 那個怎麼講 就有點是傻人有傻福 然後 怎麼提供聽阿公 我怎麼講台語了 提供聽阿公人嗎 就這種意思哈 就是其實我們也在做中學 慢慢的去摸索 因為每一個部落跟狀況 包含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星座 做個人的性質特質 其實我們也很多早期 我們剛剛沒有個人 其實早期他籌備時期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摩核 覺得好像都還沒有找到彼此 好像覺得是共識的那一群 這是人的關係喔 我們還要回到部落裡面去喔 然後我們一直其實在跌跌撞撞 我們還被告 我們還被去 被怎麼講 那個什麼 毀謗等等的 整個東部青海 受到這樣子的一些的 面臨的問題 然後還有部落的一直在那邊 就是數落的啊 就是看不起啊 所以回到剛剛講說 如果以布農族來看 所以布農族 他畢竟是以市主委單位的 早期的社會結構嗎 還比較強一點 所以要怎麼樣突破 有青年這個一群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也很 也還在努力的向上爬 也還在努力的往前衝 一直在找出那一條可以的道路 那一條路徑 所以這個就笨鳥先飛 反正就先走先坐嘛 那沒有關係啊 東部青英的 在有一個期刊上面 也說過嘛 我們就像一群人做了 這個巴士 愛情練車 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反正這條路 始終都在開這樣子 嗯 好 先回應這個笨鳥了 好 那我就順著剛剛那個笨鳥的這一題 下一題好了 就是你在決定返鄉的那一頁 你在想什麼 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都在問這一題 就是 嗯 嗯 我們是做了多少的準備才返鄉 又或者是我們根本就是先回來再說 那我想這一題應該大家都有一些 一些想法嘛 因為我想我們這幾位的每個人的個人經驗不太一樣 黃漢是一直住在部落然後出去念書 可能當時也有想說我總有一天會回來 那像每個人其實都有不同的生命經驗 那你們就就你們個人層次來講話 那你們決定要回來的那一刻 你這邊沒有看沖泡是什麼 對 因為我們都會買很多沖泡子 我們現在還不能買卡 欸我現在在講話 對 對不起 我在看 哎呦 漂亮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在跟秀明 我在我們跟我的花蓮那個館員在聊天 可是秀明也要來分享這一次 還是秀明參加一下 有有他有在旁邊聽我在分享 有我聽 對那秀明你決定要回來的這一題 回答這一題 來秀明 來分享快點分享 秀明是我們決定凡下那一夜 你站在一起 然後這幾年也不停的在做部落的事務 那現在也是在花蓮縣政府的所屬的那個文化館服務 那我想他有一些話要想講 然後他剛結婚我們就說 新婚快樂 耶 1月1號會有婚禮 威女已經先辦了 對 那你的這一刻你在想的是什麼 不是結婚是決定要來回來部落工作的這一刻 你做好準備了嗎 其實沒有 我只是單純不喜歡在都市生活 因為我覺得那個環境不熟悉很陌生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在這邊就是那個不熟悉的環境 延續我外的人生 所以我那時候 我其實沒有在外面工作 我就是畢業 就回來了 就直接回來 然後而且是一股腦就回來 完全沒有為我的人生 鋪路什麼的 沒有 然後我就只是跟我媽說我不想在外面工作 我想回來 然後我媽就幫我找工作 就先找一個可以先賺錢的工作 然後後面才開始跟部落的一個姐姐 也是動畫大學的一麥 然後她那時候在社區發展協會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緣分 就是她剛好也是一股腦的投入部落的社區營造的工作 那時候我們是接原民會的國立計畫 然後剛好是她的引介 然後就開始跟著她一起 就是跟部落的老人家接觸 然後跟部落的一些法傑他們接觸 才開始慢慢回到部落去做事 可是這途中其實我們很多碰撞跟挫折 我們發現因為畢竟是應介BSN 然後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我們當時第一年在做很多計畫的時候 一直痛斃 然後也一直在檢討我們自己 是不是因為社會歷練不夠啊 工作經驗不夠 所以我們這兩三年 就是在外面開始累積自己的經驗 可是同時 就有些人會在外面先累積自己的經驗 對對對 然後可是同時我們還是放假連假 六日都還是會回到部落去 就是跟部落老人家一起生活 然後接一些小計畫 在部落就是 因為如果你一旦離開部落太久 很多人其實就會忘記你 就是會忘記 原來你之前有做這個事情 可是你消失一段時間 以為你沒有在做了 可是其實你們一直在有 所以我們一直不定時的在部落的各大活動啊 平日都一直出現 讓老人家一直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一直把部落的事情放在心裡 這樣子 嗯 確實 我直接說明他那一個有一個東西是 好像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種人 就是不是一種人 就是會有一個人 他就是我們一種生命中會引導我們的 他說他因為朋友 這樣講說那你就先回來啊 或者是他是因為以邁嗎 的關係就回到部落去 我好像是因為課偉我才回 開始回家到現在的 誒 課偉講說凱文部落學校有職權 你要不要來做民主教育的 我就講說 因為我剛好要準備退伍 所以我退伍的當天 我直接剛好第一天上班 在部落學校 所以我是在上班的時候 等待退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他剛講到隱瞞 好像會有一種 每次好像回到家子裡面的時候 好像就會有一個人會一直想說 你要不要做 這個好像不錯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 如果你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或是這種能力 你這樣子蠻危險的 很容易會掉入 回到部落裡面很恐怖的那個坑坑 就是你可能真的找不到東西 你真的不知道你生活的目標跟意義 我覺得這個好像蠻挑戰的 因為我說的意思是 像我們現在的幾個朋友 我們現在在分享的幾位講者們 其實我們因為有基礎的能力跟條件 事至於就是所謂的 不管是文字書學的能力還是計畫 然後或是創業半業的這些能力 如果是一般的人回原鄉的話 可能或許沒有這麼好的先天的 後面累積的知識經驗技能的話 可能或許會是一個蠻挑戰的 對所以蠻慶幸是 因為我剛剛聽到順民講一脈 我去看到金道士課尾 然後又剛好又碰到這麼好的 六人小組的夥伴 但如果回想是如果沒有這群人 我自己想回家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會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可能就會回到軍工教護 這個體系裡面了 我就會不得不為了要生存家人的期待 我就必須得有一個鐵飯碗這件事情 那你這樣就成為金字塔的底端 對我就變成金字塔那一個人 我是新貴族了 你是新貴派 對然後我就被討厭這樣子 那黃漢其實接下來我就想要問你 因為其實我也是看著你從18歲到現在 自不覺看了大家好多的18歲 因為我印象很深 你當年就是也是在成長班當哥哥 然後帶著年輕人這樣子一路 然後到外面念大學 那當時你到民道去念 那你當時去念金字農業 是不是就有想說我一定會回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準備跟衝動這樣子的這個拿捏 不知道你的經驗會是怎樣 這個真的蠻恐怖的 就是那個1000 這個其實跟凱文講的東西就是有延續 就是說你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 回到部落 你會陷入那個漩渦裡面 就是那個很大的坑裡面 那你進去之後 你本來以為裡面有什麼 結果你什麼都沒挖到 然後你進去了 然後你又初步來 那個超恐怖的 所以我那時候大學選擇念金字農業 當然一股腦就是覺得 哎 回部落唯一的手段大概就剩勿農 我也不想去旅遊業上班 就是像什麼餐館或者是民宿旅館 然後我也不想去一般的公司行號 那我也考不上 我覺得我自認為自己是考不上軍公教 所以才想說 利用家裡的八分田地來更做 那沒想到 回來的時候 就我其實到現在一直就是用兼職的狀態 兼職的收入在養品牌 那 看齊就是一個叫好不叫做的狀況了 大家都支持 就是日蘇合作做有機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這很現實的 市場上並沒有人支持有機農產業 對啊 那個講到這個這個其實可以 可以帶到最近很審實的 那個萊豬事件 對因為這個這個我 我就覺得台灣 台灣有一點孤秋皮 就是說 你連自己國家的農產業都 有機農產業你都不在意 你連自己家小孩子吃的東西都不在乎了 你怎麼會覺得你會在乎豬 有沒有注射來賀多巴胺 這個是真的很實際的事情 所以再回到有機農業這件事 那 要不是因為我是秉持者 我自己要 我只賣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跟健康的東西 再來是我希望我能給我孩子們 安全健康無語的農產品 然後陪伴他們成長 不然的話我真的是覺得 已經沒有其他動力可以支持我做天 嗯 對啊 真的是蠻深的 對啊 很偉大的父愛 還好啦 那好外人你會 你當初是怎麼想的 就是你從原本在都會那 回來這樣子 嗯 我覺得我 我算是比較 算是衝動嗎 或者是說 冒險 我自己鋪路也被鋪路吧 哈哈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詞來講 因為 呃 當時候快要 碩士快要畢業的時候 剛好 跟了很多 學術研究的計畫 回到東部執行嘛 我剛 一開始是跟那個 嘉南哥一起執行那個海岸調查的計畫 然後又破到國土計畫的 工作 那這兩個計畫 其實我花很多時間都在東部跑來跑去的 那我就 那也順著這個機會 畢業前夕就先搬到我舅舅家花蓮 我在那邊住了一年 然後 隔年 畢業前夕 又搬回來附落 因為剛好看到附落這邊的空房子 有事出這樣子 所以算是 某種程度上是 我覺得是算是衝動 就是 欸我回來這邊其實我沒有任何的工作準備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個工作會在哪裡 那 可是也被鋪路 就是很多計畫好像 欸其實有這樣的職缺在 就是 呃 有這種東部的計畫好像 有時候就會收到一些邀約 找我一起去做在地的執行 等等的 就會 呃 怎麼講 呃 成為我可以生活在這邊的一個很重要的 呃 薪資來源吧 如果沒有這些 幫我鋪路 幫我 幫 有這些計畫的支持的話 我可能也是 像凱文講的 就是 在部落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不對 對啊 沒錯 因為我也不會 不會務農嘛 我當時候也有想過 欸真的沒有工作的話 我就去幫我舅舅 開柴陽機 啊對 我沒有放一張跑影片 我第一個 回來部落在幫忙的事情是 幫我舅舅在開柴陽機 對我記得這個 對 然後就 那時候 舅舅一直鼓吹我買柴陽機 哈哈哈哈 廠陽機要多少錢啊 一百多吧 一百多吧 百萬不是嗎 對啊 會講百萬名車耶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 現在是還有農機補助嗎 我現在有看到兩台新的進來 有有補助農機行後跟著抬高價格啊 所以 哦了解 所以他就是先抬高然後再補助拉回去 所以還是一百多這樣子 哎呦 而且現在補助補助的額度是根據 好像是根據二十幾年還有三十年前的農機價格的急劇在補 嗯 所以在實際上面要從農的話其實很難 嗯 如果真的 真的要 如果如果說問我說要不要建議 建不建議年輕人回來 誤農我都說不建議 那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 在那個再進一步討論 那因為我們今天題目其實還蠻多的 下一題想要跟大家討論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其實會蠻好奇就是 大家都斜槓嘛 那斜槓道有多斜 那我們一天的工作分配時間分配 大概怎麼分配 我先來好了 我從我算一下我覺得蠻扯的 我從上禮拜二開始到禮拜五 我每天改兩個不同的工作的會 對 有兩個在文化館 有幾個跟凱文一起嘛 然後有其他的是不同的單位 然後投標的啦 我們每天的時間分配好像蠻壓縮的 然後沒有什麼生活的空間 那也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大家彼此分享一下 他一天的時間到底是怎麼分配 可能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所謂的計畫工作者或是返鄉青年 那一天的時間到底是什麼 因為別人看我們可能整天都在家 或者是什麼 那我先講 我好像比較單純一點 以計畫工作者來講的話 通常11、12月是第一階段 就是要投計畫的時間 10、11、12 就會有很多計畫就是截止嘛 你要認識時候送出去 在第二階段可能是 明年度的新的計畫 可能是2、3、4月 會有一波 那這都是寫計畫的時間 那 執行計畫開始忙一定都是5月之後 那今年就很慘嘛 疫情就在5月爆發 所以全部計畫工作者就很崩潰 就全部都擠到90、11 這個原本是我們要核銷結案的時間 然後現在變成是執行 一邊執行一邊核銷一邊結案 就是很痛苦 還有一邊要準備明年的 對 還有一邊要寫明年的計畫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我今年度就是我完全沒有在寫明年度的新的計畫 因為想說做一點調整 而且期末太忙了 我今年度就是完全沒有寫明年度的計畫 所以我明年是空的 對 也空的 因為你要開業啦 你的居酒屋啊 對 這也是一方面就是 那不然如果我還沒有開業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寫個一兩個計畫 至少 要不要開業啦 我今天當你的第一個客人 記得要提供可以讓我找的地方 有 我就不用酒駕回家了 對 可以 二樓有地方睡 那像黃漢這邊 那我知道薰品這邊也是很厲害的計畫工作者嘛 那其實因為也有人在問到說 像這個有配偶的 不管是女朋友或是太太或是伴侶 那如何去分配這樣子的一個工作跟生活的情緒 特別是如果說雙方都是計畫工作者的話 就是從你的經驗 那你也是也做農 然後也是半農半X 那你跟薰品或是說你們的時間分配上面 你們會怎樣去做準備 或者是就是一年到頭都在炸裂嗎 這樣子 特別現在還要帶小孩 基本上有小孩子隨時都是炸裂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是兩個小孩子都自己帶 所以如果今天我 平常的孩子多大了 一個三歲一個一歲快兩個月 都是還在照顧的階段 一歲三個月了三個多月了 還在照顧階段 就是都很需要陪伴的階段 所以我今年才會把那個業務工作辭掉 就是我小孩子去年的時候 他們甚至會看著手機說那是爸爸 因為我都跟他們視訊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手機是爸爸 就我那時候工作到這種程度 然後現在的話是我們小孩子自己帶 可是 然後明年的話 因為社區有哪一個計畫 所以薰品他也要準備 算結案 然後我農務工作跟社區的導覽工作 還是一樣不停歇 所以就看誰有空誰就帶孩子 那如果有長輩可以幫忙帶的話 那當然就是可能其中一個會 託長輩幫忙管 我們就是抽這種空檔 那基本上晚上的時間就是完全留給家人 我們就晚上就不工作了 所以白天就是可能我是早上比較多時間在田裡 那薰品就會顧一個早上 那下午的時候薰品可能就是要去協會 討論年度計畫的事情 或是去執行計畫 那就變成是我下午帶著小孩子出門去放電 這樣 因為像我現在就蠻有感的 其實剛剛哈貝有談到那個計畫工作者 在時間分配的彈性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現在會 我先前很彈性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好像從早上開始工作到深夜 然後就是這個彈性就變成無限的責任制 所以我現在自己個人就是 在學習一件事情就是說 就是把現在的工作時間變得跟一般上班族一樣 從早點開始到下午五點 然後晚上就得休息 因為這也在摸索這樣子的模式 那不然的話 生活上面真的會有一些難處 那這一題當然也會影響到我接下來要講 就是如何維持你的帥氣 帥氣這個東西就是 其實有人特別指定要問黃翰 因為黃翰是非常有名的帥哥青龍這樣子 這誰問的 戀童請假一這樣子 就是這題是想要問大家說 那其實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 小凱文、小哈篩、小黃翰、小柏剛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你自己的本我 跟你現在的工作必須要維持的 很滿的生活的步調 你會怎樣去維持自己 其實這題也是我自己很想問的 你會覺得好累喔 又賺不到錢 我覺得這維持的帥氣好像是 你自己當書的初心嗎 初衷嗎 這種回鄉的這種的毅力是不是 怎麼維持這樣 很難維持我啦 我又一度很想要離開了這樣子 怎麼說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講這個 我心裡想我不會講出來啊 你會覺得你越沒有力量 所以你看像今年都像跟柏剛小夢 我們三上會一起合作一些案子 我覺得這個會是我一個新的動力 只要有新的東西我就有新的動力 我就會想要再繼續這邊繼續做下去這樣子 我啦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維持的東西是 背後的是家庭的力量 支持你 我的家裡是從一開始的反對到現在是 他們現在變成我最重要的後登 就是我只要缺什麼或是需要幹嘛的時候 他們是成為我很快可以幫我解決事情的那些家人這樣 怎麼維持就是家裡的親情的支持度跟還有一群這樣子的夥伴 我是這樣子維持的 嗯 我覺得那個帥氣的那個背後感覺就是那個動能吧 就是因為部落的人總是看到我們在外面這樣執行計畫 或什麼好像很有動力很有想法 可是如果你失去那個動力跟想法的話 好像就不帥了 就是你不再有那麼有熱情的時候好像就不帥了 所以那個動能的維持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痛苦 很痛苦嗎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的感覺 就是好像我們要到處在某些地方去找一些力量 然後讓我們繼續往前走 嗯 像華湾可能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越來越大 對 想要養家活口就是他的動力 還有貸款 對 對啊 就是會有不同的動力在後面 我也很認同 今年一個計畫就是那個 跟凱文 不關我們一起在做那個布農石器 嗯 石器跟那個女生在做織布的那個計畫 我覺得好 也很充電很有動力的一個計畫 就是很 在那邊大家可以放鬆下來的專注在一個 呃 一個事情上面可以不用想 然後 對這個就是怎麼去設計跟執行計畫 我們這個計畫不是那種壓力說 你一定要打到了什麼KPI 然後什麼其實它是一種 某種程度也讓我們很舒服的聚在一起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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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那個計畫也是得到 也不會也不會有評審在評你的東西不標準 什麼什麼等等的 對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 如果在上面聽的人 可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對 所以就加入來那個吧 洞湖地區吧 電光 新福利跟初來歡迎你 我覺得潘老師 我們有一個網絡接起來 嗯 這個網絡包括秀明 在花東地區就是地方管的這樣子的網絡 或者說我們這群年輕人 當然還有更多的 我們彼此正認識的年輕人能夠接觸彼此 那我就會多聊天 但是生活還是要自己面對 所以這個帥氣跟動力的這個維持啊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跟不同的年齡層 或是不同的時期 面對到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壓力有關嘛 那這個就會涉及到我現在要來問的問題 就是你有聽過別人是如何行動你的職業 剛剛哈拜有講嘛 那其實先前我也在 也會懷疑別人會不會覺得我是販毒的這樣子 就是都在家裡面 然後不然就是在外面找一走去看起來也不用去上班 那為什麼又可以養活自己等等這樣子 就是我想要問大家就是說 計劃工作者因為計劃工作者是我所想像的一個職業類別 是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去行動這個斜槓的一個過程 創業家實業家或者是文史調查工作者或是等等都是我們斜槓的一部分 那你會如何去跟別人說明自己的職業 那這個部分也其實也會涉及到別人如何去看待你 特別是在部落或是在社區裡面 那大家會去如何定位一個這樣子 不是製農工商類別的一群人 那當然現在辦農辦X也是一個趨勢 那也想聽聽看大家的經驗 特別是凱文還沒有講到你明代參選這個部分 我的職業等我明年真的選上我就叫做蝦敏代表了 所以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去投入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蠻要選呢 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其實影響比較大的是因為父母親的關係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沉澱之後 我就慢慢覺得好像 我也蠻想出來的 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在部落 就是我剛前面很多碰到的 我們包含我們這些的問題 比如說被部落的不被認同這件事情 青年幹嘛聚在那邊 只會拿杯子喝酒這件事情 青年你們不用說話 你們沒有說話的位置 你們在部落署只有父職輩 還有說話的權利跟地位 所以青年的位置消失了 不見了 所以我也是想要試著 剛好因為父母親是前代表們 所以我銜接我試著想說 把父母親的這樣子過去的服務精神 沿用在我身上之後 那我也沒有新的作為 然後我也很擔心別人會以為 我只不過是一個傀儡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講兩年了吧 沉澱很久 所以才依然決定說 好那我出來這件事情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選代表 是不過是想要把青年的位置 放在一個可以平起平坐 說話的一個平台的位置上 雖然說某種程度上 代表會並沒有那麼的公平公義 因為如果他看到你是年輕人 他基本上還是不會讓你有所謂的 我們是同為代表的說話權 他只要覺得你是比他年輕的 下一輩的人 他就覺得他會用傳統的思維跟你講說 你是青年你是孩子 你沒有說話的權利 為何 所以一直想要打破這樣子的 青年的說話的位置 跟權力地位 所以才試著想要突破看看 那其實這個也媒合了 東部清再開始回來去成立 東部清這個的契機 當然我沒有要成 我當然沒有說是東部清推我 我沒有說是我是東部清黨派 也不是說我是東部清黨這件事情 而是東部清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也有碰到了很多部落的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解決的方法 所以選下面代表 只不過我想要新的一個嘗試的可能而已 有沒有成功或不會成功 會不會真的 你出一條我們可以說話的很好的發展的機會 那就再嘗試 那因為上次我沒有選上 所以明年度我還會再嘗試出來選一次這樣子 我舉例來講就是文化館這個部分 我就講文化館 就是某單位 我會太明顯 就是有些代表會們的想法 會不能夠理解文化教育跟產業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這件東西對他們來說 無關不痛不癢 他們就覺得這些東西是沒有效果的 沒有效益的 所以就砍掉很多預算 甚至於不支持 所以我也是希望可以把我之前在學的本職本業 就是包含社區社會福利跟教育這件事情 可以把它去更好好的去公平平均分配資源這樣子 而不是海端鄉這麼有錢的鄉公所 竟然把錢的比例放在很多只有在高麗菜上面這樣子 你可以把高麗菜產業化 你可以把高麗菜文創化 高麗菜文創商品也好啊 高麗菜有布農族的文化故事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只是在想啦這樣子 好所以 這也是我一直想要進去突破的可能 因為 沒錯到現在好像還沒有啦 我們現在的新的鄉長還不錯啦 有這樣子新的思維 試著想要跟年輕人對話 我覺得是有試著去突破 那重點後面的背後的這一群人 也就是我未來想要參選的代表會的這個 這個機構單位呢 就試試看了哈 也希望到時候如果有出來就 多幫我按讚或者是給我支持 加油那個 推起這樣 我的選區會在廣源村跟海端村這樣子 所以我就包圍這個整個那個 中古地區這樣子 就變一個拉票這樣子 這個很有意思的議題啦 因為其實大家在做社區工作或是在 特別是大家都站在麥克風前面 當然很多時候有些人都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一些政治的計算 甚至會覺得懷疑你去做你的動機 那大家怎樣去想這件事情 或是從原本是我不碰到變成是 我希望能夠藉由行動去改變一些事情 沒錯 其實我也想到是 當時的東部欽一直都毅然決然 不要所謂的靠政治邊站嘛 這件事情 反而其實不是 反而你願沒有去碰觸他的邊界 你會沒有辦法去跟他所謂的 看見彼此的差異 怎麼樣去產生對話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政治圈丟在一旁 你永遠碰不到他的時候 我們無法產生對話的機會 那個對話的空間就不在 但是有碰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那個碰在一起就是 我試著我個人那邊 就是想要去找出這樣子的 碰撞的邊界 然後找出對話的可能這樣子 雖然有可能我會一直被罵 上一次其實我就一直被講 小孩子出來選幹什麼 小孩子年輕人他懂嗎 他懂嗎這樣子 沒關係就是還是要信息接受 反正就當做學習跟一個課程 繼續努力 其實我在我這邊有一個前輩 一個哥哥他其實選三次 他都沒有選上 就是潘哥哥 所以我們一直 海上還是要有人出來吧 還是要有人出來吧 就像笨蛋要先飛嘛 哪怕雖然會撞到牆壁 跌倒了你還是要爬起來繼續走啊 翅膀不能飛還有腳嗎 腳不能走你還有嘴巴可以搖嗎 對不對 有畫面的凱文 對啊 那其他大家覺得 嗯 家裡支持嗎 我們家的工作 職業啊 對啊 這一直都被問啦 就是 就是你這些工作可以養我自己嗎 對 就是 欸你就是 剛看到監驗那麼多東西嘛 然後又沒有政治 這件事情就會 多少都會擔心嘛 那 我自己 我自己是比較相對比較 比較單 我覺得我自己是相對比較單純 就是 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計畫在支持 就是 至少有一個基本的底的 底薪的工作在 那其他的監驗上去就是 可以自己分配時間安排 嗯 嗯 好 那我們換下一題 下一題其實我覺得也 連結到剛剛凱文講的就是 就是有的時候他會覺得說 欸那返鄉返鄉要去接墳器 那地器到底是什麼 那要不要接怎麼接 其實這題會特別想要去 去問黃漢 那為什麼是 因為其實常在黃漢的Facebook上面有 有有有認識到就是 大家對有機種子這件事情 那那其實我們其實在很多時候都 都被期待說返鄉是要去接地器 然後跟大家打成一片 但實際上我們都會有自己的 理想跟堅持跟理念 那當然這樣子的理想堅持跟理念 會隨著實踐的過程會有不同的發展 那我覺得就是就黃漢你的經驗來看 那地器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也許也可以連結到剛剛 阿伯所提到的 在目前生活裡面所喜歡的 跟比較不能習慣的 或者是剛剛凱文所提到的這些部分這樣子 大家要不要來聊聊看 要怎麼接地器 要不要接怎麼接這樣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從我回來做有機那一刻起 就已經不接地器了 所以我回來也沒有所謂接地器的 就是特別去接地器 那加上原鄉的交際模式 大部分都需要營酒 可是因為我們家沒有 就是我跟薰品沒有那種酗酒的習慣 所以更別說是那種 有小孩子之後 然後還要用晚上的時間出門去應酬 幾乎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跟社區的 跟部落裡面的交流 就是會少非常多 這蠻現實的 那只是說 你再沒辦法用 就是所謂傳統的那種 應酬模式去跟大家交際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去維持自己 然後去堅持自己理想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意志力了 對啊 因為對我來講我的目標就是 黃漢你可以學我們的鄉長 他真的非常強 怎麼說 我們的鄉長 就是從他第一屆的20年前 當代表到現在 他一模一樣的方法 不好意思 我還有事情要忙 然後到時候都不喝酒啊 他不會跟部落親民 一起坐下來喝酒聊天的 很棒耶 他撐20年耶 所以才當上鄉長了 你看他很努力 那我也要撐20年 我可以投你一票 我可以投你一票 好 謝謝 我在這邊綁裝就對了 好奇怪的聊天喔 所以你希望可以去堅持你對於環境友善 或是對於生活的那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地氣可能也有很多種吧 我在想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可是這件事情在我做業務期間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 就是我有更多的感觸啦 那就是 因為農民 因為我不是在那種傳統農耕的 就是在農務的生活中長大 所以我其實不太懂得 要怎麼樣去跟農民交流交際 那做業務期間 其實農民都普遍都會覺得 業務會騙人 然後業務會坑錢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黃漢賺很多 那為什麼要給他賺 然後所以最後百般刁難嘛 那甚至就是說 可能會那種冷言冷語啊 然後到處去說 那個種田也種不好 賣東西又賣那麼貴 就會就會講這種話 可是 因為我是一個得失心很重的人 就是我 我講實在話 然後 我也很在意別人 對我就是私底下講我怎麼樣 可是 久了之後 就會覺得 就是 我再怎麼解釋啦 你們也是這樣認為啊 就像那個 尤其現在年輕人回到部落 你稍微有一點就是 就是 就是 整個東部來講 政治立場非常鮮明嘛 對不對 就是政治色彩啦 那 整個 整個就是 社區的人 甚至是說 跟我熟識的 就是有認識我的人 就會私底下都說 黃漢 那不就是那個民進黨的 那我沒有領黨證 對啊 就很奇怪 就是怎麼會講這種話 可是去解釋也覺得很 也覺得沒有 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啊 然後就會 就覺得 啊 我還是 好好做好自己 自己的事情 好像比起去花時間 跟他們交際來的更重要 那 這個部分就會 就會 就會其實有 蠻多 那個 聽眾 講聽眾好聽眾 就蠻多人會好奇說 那 部落產業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也覺得這一題 也可以來討論 因為 我們 從今天的分享走到現在 其實我們 談的蠻多 就是我們自己在食物面上面 所碰到的事情 那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對於所謂的 反鄉親人都會有個期待 好像他可以去為部落 還有勞動這些什麼東西 然後成為一個領導者 或者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工作 可以帶領部落的產業發展 大家覺得有這件事情 就是 部落產業 這樣子的概念 在大家的生命經驗裡面 會怎樣去分享 就是過去在這幾年 同時也蠻多的社區工作計畫 平等 那 當大家在問 那我們部落需要產業化的時候 那什麼 在做部落產業 對 這題太難了吧 那麼大部落產業 那 我講海端這邊 部落產業在海端鄉的鄉鎮 來推動到現在 其實都還在原地踏步 頂多就是往前隔一厘米 兩厘米這樣子的一個進度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因為 其實已經養壞了部落的叫做 就是我剛講的產埔市的福利產業 這種結構 他們就只喜歡拿補助 拿現成的東西 已經養壞胃口了 就變成就所有的社福依賴嗎 福利依賴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部落產業沒有辦法去 Push每一個做自根農的這些的農民 農家 能夠可以自行發展 現在是有了 有些店家不錯蠻厲害 有一些農家是厲害的原因 是因為孩子回來幫忙 才有新的這種思維 跟新的行銷策略去推動 那整體來看整個鄉的推動來說 其實真的還在原地沒有厲害 所以在部落產業 到底要怎麼講部落產業 因為到現在還是很多人會講說 那個什麼凱文啊 那個幫阿姨啦 那個怎麼幫我去推銷行銷啦 那個阿姨的東西賣不出去啊 什麼什麼的 很多哦 因為他知道動不清是一個很 還蠻重要的青年位置的青年平台 所以現在阿姨們啊 會跑來跟我講說凱文 你們那個動不清啊 你們不是有動不清嗎 不是很厲害 可不可以幫阿姨做一些推廣行銷 這件事情 所以我回到出來青年 有一個很重要的空間的設立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幫這些阿姨們 就是實現一個叫做一個 整合的媒體 那叫什麼 產業行銷中心啦 這是我跟青年很想要幫阿姨們 做的這件事情 出來這些媽媽們啊 常常會跟我講凱文 你看到我每天都要自己開車去 台東市賣 我賣完我才能回家 我的成本才可以回來這樣子什麼 那有時候看到蠻辛苦的 那當然我們就不要去再去 去揭露鄉鎮的這件事情的 到底策略到底可不可行這樣子 然後部落產業是這樣 所以他們必須得看到馬上現有現成 你給我錢 我就是想要這樣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高山寫舟產業 那可能是另外一個 那其實海端的產業其實很多啦 那目前的也慢慢的發起就是 孟昕也鼓勵他的文創工作室 那蓋亞那都是其他的一些工作方 工作室其實也慢慢的起來 但是這些比較是 獨特的個人群體比較不會 力量比較不會那麼發散 這社區社區社造 他固然有他早期的這種 這種政策的影響力 跟很重要的東西在裡頭 可以運用下來 怎麼樣把全面性 點到點之間 線跟線之間的一個 點面線這樣子的一個 支援網絡的那個串連 我覺得很重要 現在大家海端來看的話就是 文創歸文創 工作室工作室 農產品農產品 然後向導協作 向導協作 然後大家互相分開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有沒有可能就把這些 連起來的時候 其實他會很力量 力量會很大 把這個整面的產業鏈 市場市場機制 其實是可以建立起來的 我先看到這邊 然後這部落產業知識 我就想到那些媽媽們 常常跟我講的 看文幫我幫我 其實我不懂行銷 然後還一直叫我這樣子 他說 我只能幫你分享AFB 這樣子 我真的不會設計什麼行銷策列 因為我沒有學過 沒有這個背景 未來以後都不進來 開個這個課好了 還是請黃漢幫我們上這個課 分享一下 策略這樣子 對啊 那大家也是對部落產業 有什麼想法 對然後教阿姨們怎麼擺盤 要把它變漂亮的網美照 這樣子 那個凱文的 他這段分享 就是有那種 就是想到一些東西 就是 大家都想把自己賣的 就是自己的東西賣出去 可是普遍大家都不想去進修 這個其實是部落裡面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包括就是這個講到我做咖啡這件事就好了 東部很多人在種咖啡 可是農民普遍你隨便抓一個 你問他說他喝過幾家咖啡 他可能答不出來他去過幾間咖啡廳 那這樣很奇怪 就是你沒喝過人家的東西 你怎麼會開始說 你怎麼會覺得說你自己的東西一定是最好的 對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然後自我進修 像臨近我們的蓋亞納工作坊 他就是一個自我進修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那一樣是傳統原住民的風味餐 那為什麼他可以做到 就是大家要特地跑到山上去找他吃 那當然他的擺盤也很精致 那再來講到我們家 我們日出合作的那個炙燒喜樂飯糰 為什麼做到後來整個台東的阿美族都在模仿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去做進修跟找資料 那可是大家卻想要剪現成的 這個也是變成是說 我們這些做功課的人很受傷的一個部分 沒錯啊 入境依賴 對啊對啊 因為喜樂是整個台東的阿美族 整個花東的阿美族都有 那先不講泰亞族的面嗎 那大家都在吃喜樂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想到說 要讓他變成一個場面美食 那他要怎麼樣去中國經過烹調 那我們把他將地方產業做組合之後 他變成一個很精緻化的 就是部落產業總會 那我們是以這樣的脈絡去製作出那樣的產品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他就很好賣啊 然後而且我還勉強講得出 如果他是我們阿美族的東西 他就拿出去變成他的商品 對吧 這個也就是一個不願意自我學習 簡性成 那久而久之這個東西會變成怎麼樣 那他就很像那個什麼 那個吉拿普 那全台灣的原住民都會做吉拿普 結果搞到頭來也分布清楚 吉拿普到底是哪一組的東西 然後那個對大家來講就會覺得說 阿不就是原住民的肉粽而已 嗯 他會變成很廉價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業要發展之前 地方的人群要先進修 那進修之後大家再來坐下來好好討論說 什麼東西才可以代表這個區域性 對 可能是米 可能是紅藜 可能是小米 也有可能是地瓜芋頭都有可能 對吧 只是說在大家都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 你就要賣東西 那這個東西他也有可能一下子就退流行了 就是就像最近這幾年的小紅利 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對啊 以上 好 我就覺得是沒錯講到這種點 他們不喜歡去什麼研習 考證 然後這些東西 嗯 我自己一個小回應好了 就是我自己一直都沒有碰觸到這一塊 因為我也不想處理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他基本上 呃 我覺得單純來講就是 不如直接做個體的商業 還比較單純 也就是說 所以 為什麼我現在在創業 就是 讓他單純化 如果 要講部落產一下夢 程度上 好像是一個集體要一起做的事情 或是互相協力的事情 可是 商業本身他就是利益嘛 那 那怎麼達到平衡這件事情 我覺得 這會是很困難 不好處理 不是不可能喔 是可以處理的 可是不好處理 對青年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 很困 很困難處理的一個大議題 對 那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也不推薦任何一個部落 任何一個返鄉者第一時間就要處理這個議題 對 先把自己養活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 第一步的開始 對 那這個就會 對啊 黃漢就有很多經驗 哈哈 對 那 就先到這邊吧 畢竟他不是一個 他很 很難處理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的回饋很重要 因為我看到 從過去在學校到現在 常常聽到對於 返鄉新年的事情都是 我要回去 去振興所謂的部落產業 但是 很長時間是 你回到家 然後你看到的是 一直在產業裡面 打滾了很久的 叔叔阿姨伯 那個巴基這樣子 他們其實一輩子都在 從農都在做產業 那 你要如何把你所學的這樣子的東西 馬上的就要別人去接手 然後變成所謂的 領導者 變成一個 部落產業的一個 補資者 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在 青年這樣子的一個 抽中 我覺得壓力是滿大的 那 也看到很多人 都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挫折 那 所以 接下來就會想要說 那 要想辦法讓自己先活下來 然後想辦法活下來之後 大家再一起 一起往前走 那 或許是 那 這個時候 計畫工作 往往就會是我們一個 推動的一個 屬於火點這樣子 那 其實我們大家 其實我們這幾位 或多或少 也都有經過各種類型的計畫工作 那這邊有幫大家 就是有大概會有幾種類型 有的是補助類的 有的是 補助獎金委託 有的是 勞務採購的 有的是來自於工部門的資源 有的是來自於私人企業的資源 那 我想大家都有經歷過這一些不同類型 那大家會怎樣去看計畫工作這件事情 那 在我的 整個講座的介紹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這種競爭型的補助的方式 或是這樣子的競爭型的方案 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有經驗的 有一些經驗的朋友也 也開始在走這條路 那也想要請大家去分享 給大家的看見這樣子 也讓大家有一些 增長 突然覺得越講越沉重 講不下去 那個我之前 17年的時候 我拿過一個 那個水保局的那個農村社區企業產業經營輔導計畫 然後那時候他是針對就是 他其實就是農村再生的那個延伸計畫 然後去輔導農村 就是農在社區裡面的農企業這樣子 那當時因為我們 我剛開始接無人機業務 然後我希望說 那能不能 是不是能拖延 無人機 推就是計畫去推動無人機的一些 地方發展或是產業的改善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在計畫裡面寫了很多無人機的東西 那當然計畫經費可能也有 做設備的採購 那當時因為 農業4.0還沒開始 所以 對於工部門來講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太新 然後可能上面 上級長官不會同意 所以我的計畫就被修改成 跟一開始想像中不一樣的樣子 對 那結果後來在計畫執行的隔一年 就是全國上下在推廣無人機 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前一年已經想到要做這件事 其實就隔一年 就有一點是公部門慢慢排 然後我們的計畫就是硬著頭皮 按照委員的方式去執行 就做得很吃力 這是真的 我講這個真的是很討厭 就是委員們的那種 也不一定是委員 有的時候是公部門的這些官員 他們的這些有一些計畫的建議 會把大家告示 就是每個部落的狀況不一樣 然後當你寫跟文化傳承有關的計畫 他會跟你講說 你怎麼沒有產業模式 當你寫產業相關的計畫 他會問你說你的文化根源在那裡 然後當你兩個都寫的時候 他就說你怎麼做的東西很雜 怎麼什麼都做得不好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是很 就是前面有稍微提到計畫的那種很 很討厭的地方 就是你好像跟人家拿錢 拿人手軟的感覺 就是好像聽人家講話 這樣 可是 可是 那 就開馬屁啊 對啊 之前也遇過一些委員跟他們聊天 他就說就是 對 就是有些委員 他很懂的 他知道地方怎麼運作 他就不會去講那些 可是就是有些委員會講 所以就是你就不要 不要多聽那個部分的東西就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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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至少就變成一個蠻好的伯伴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原差會就再考慮這樣 插明會嗎 對 插明會 原差會都可以 然後那個其實 其實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啦 反正就是當然這個會有時候會違背了我們很多 最早期設計計畫的初衷跟初行 甚至就是我們想要會畫的這個內容 可能會在評審那邊審查委員 那邊會有一些很多的被修正 甚至於要符合他們一些 不管是不是有一些他們的主觀意識 或者是符合他們的這些 妹妹嘎嘎的東西啦 但是沒關係啦 反正計畫當然有就好 因為早期 我會蠻蠻抵抗 就是為什麼就是會有一些很多的被修正 然後要為了要迎合他們的政治策略 我們不得不而為行之而改變很多的內容這件事情 就是原差會那樣子 然後所以就 就還是要做嘛 畢竟如果我們今天是以計畫型來去支撐我們很多的夢想的話 尤其是回到原鄉去做社區的包含東部青 東部青依然都是依照著上面這幾個項目一直在支撐我們很多的夢想的計畫跟執行 那也因為這樣子當然我們也需要慢慢的去養人嘛 要有基本的經濟的條件嘛 至於這個計畫型 我不知道耶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然後我只能這樣子說 就是說 你對於某不同的單位跟審查委員 跟他們的需求的這個計畫 辦法這件事情 我真的只能說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那就依照你們自己當時的心情 最主要的是不管怎麼樣 不要跟錢過意不去 這是真的 有錢好辦事嘛 你至少把自己的能量堆疊更好的時候 反而是別人會希望你來申請計畫 真的 我這樣講是因為剛好也像東部青邁上第七年八年這期間 其實有越來越的單位會很希望 布農族的青年就是可能會以東部青來來說的話 會希望跟我們長期的合作會主動找我們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達到一個很好 我們經累積自己的能量跟能力在這個裡面這樣 所以就不用擔心 你反正萬事起頭難白手起家嘛 你就先拍拍人家的屁股嘛 給大家開開心心的嘛 反正拿到錢就好 你不要跟錢過意不去這樣 所以這是我現在了 當然我心裡會很幹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 在那邊還要跟你那邊細皮笑臉的 因為我是那種有話直說的人 所以我就 但是不行 我要想到的是 我還有弟弟妹妹們 或是整個出來青年 或是整個東部青的群體 未來的著想 我不能因為自己個人情緒 去得罪了某單位這樣子 然後就未來以後的影響 就可能沒有辦法就懂得 好 就這樣子啦 一個小夠免資啦 反正有錢好辦事啦 反正拿多少就盡量拿啦 這樣子 對啊 我自己現在慢慢的也 有的時候也會接到一些審查的工作 那慢慢也可以了解到 機關單位的一些難處 或者說他們的立場 要如何去做資源的分配 因為其實人很多 那每一個都是很有希望的種子 那資源如何去分配 確實在委員這個部分 或是在機關這一端 他其實有很多要去考量的部分 那我只是覺得說這種比較競爭型的 其實真的就是會這樣 那也難啦 那時間 其實我們現在時間也剩不是很多 那其實這個真的很適合 會外會再繼續談 那我現在總結就是我也覺得說 就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那我想要先進 因為這一題我想要再保留給我們的參與者 有在一些問題 那我最後想要終整的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就我們目前個人來講 那我們現在 因為大家都很好奇 那你們都回來兩三年三四年 甚至四五年了 你們到底是怎麼活下去 那聽聽看大家的經驗 就是在個人的生活的這個 現金流或是資產分配的方式 那或者是說 你有可能進行對於未來三年的生涯規劃嗎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一般的上班族 你每天固定領月薪 你在便利商業工作也好 或是在任何的公司行業工作也好 你是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甚至是你在貸款你在買房子 你的人生規劃 可有一個既定的想像的路徑依賴 但是以我們這樣子的工作 是具有冒險性格的人來講 那我們現在要如何去告訴 正想要走上這條路的年輕朋友們 我們的弟弟妹妹 我們有可能去做這樣子 未來三年的生涯規劃嗎 或者是其他 想聽聽看大家的想法 像我自己個人就很害怕 明年就沒有固定的現金流 那我還是要想要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那大家會怎樣去看待這件事 對 又好像進入深水區的感覺 有啊 我前幾天才通過一個貸款 把我們的車子拿 把車子拿去再帶一次 用車子帶 對對對 就是車子你買的時候你就可以貸款了 然後大概他過一兩年的時候 他又會打電話跟你說 你這個還可以續貸喔 你要不要真貸了 真額貸 第一次真額貸的話 利率都還蠻低的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 做資產分配 哪一家的啊 育龍育龍 各家的那個配合的汽車貸款應該都有啦 對 那黃漢呢 黃漢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房子 大家都好羨慕 那個 躺在肩膀上的時候 就快笑不出來了 對啊 可是那個真的 其實光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業務工作 講坦白的收入真的很不錯 所以 那時候 反正這三年之前 就是基本上我的那個資金流 是基本是沒什麼問題的 而且是非常充裕 還可以有存款 可是今年這樣離職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壓力了 因為貸款持續在交 就是帳戶的錢一直在扣一直在扣 然後 就是 入不敷出啊 所以也是很緊張 然後我本來是有在 其實一直有 有預算說 如果今年底 品牌的知名度一直拉不起來 然後行銷 是不是銷售 一直沒有成長的話 我可能 會 會再出去找工作 可能做鐵的工作要放 要先放掉了 對吧 這就是的確有小廣告放棄 那因為今年就是下半年度 蠻積極在參與各大大小小的活動 還有假作 然後像今天這樣的分享活動 所以媒體曝光跟 跟一些視覺行銷就有顯著成長 所以就想說 那明年好像可以再努力看看 然後看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那說不定未來三 就是未來的幾年 那個可以再增加面積 我還是會希望說可以再增加更多面積 不然以我目前那個8分D 要支持我家所有開支真的太困難了 所以目前規劃是這樣子 就是品牌一樣繼續穩扎穩打 那當然還有一個年度計畫 就是我明天想要買股票 對啊 我覺得應該可以投資一下 然後以後在我們店裡開股票投資客 因為我們有資本主義 沒辦法 雖然我們生活在部落 可是我們的現金流是被資本主義 給分配著的 所以直接掌控著的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事情 對啊 凱文 我現在的資金流的問題 跟未來的規劃 其實就是我現在目前 因為也還好 因為我現在單身嘛 所以我現在主要的職責 就是照顧好父母親這樣 因為兄弟姐妹都在外面 結婚結婚家出去家出去嘛 所以目前就是想說 其實我很早就想要規劃就是 對未來的資金資產分配這件事情 就是包含把 不是因為其實我很多的規劃 是因為我碰到了家裡的土地的問題 所以我很多的事情被完全被打掉了 有兩塊地 有一個要 已經是被確定財務還地 另外一個是還在跟另外一個人爭鬥 爭這個土地的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的事情 我很早就規劃 只不過在中間 突然來個什麼陳咬金這樣子 然後讓我很多本來其實想要做 不管是工作室 其實包含就是 剛剛我前面講很多 自己想要做的這些 綜合的那種夢想的空間屋 空間站這件事情 這是其實我未來要做的 而且其實我現在其實一直在幫我父母親在鋪陳 然後就是成立了初心融戰工作室 這個其實是給我父母親未來以後 他們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的一個小工作 因為他們沒事 他們不喜歡沒事 因為他們就自己就退休之後 就自己開干嘛店 然後我想說干嘛店 那樣子好像很沒有別的 很沒有感覺 就好像很普通 所以成立初心融戰之後 其實這也是跟我們出來青年 一起來創辦 是透過工作室 我媽媽就在裡面去做 那個啊 因為愛喝酒嘛 就會有啤酒罐的那個拉環包 然後媽媽也去學做衣服這樣啊 然後也可以改革店這樣 其實就有 其實本來就想要去慢慢的推動 推化就是可以跟家裡的人 一起工作的一件事情這樣 好那我現在是劍超再招了 然後因為這個已經被法院判定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土地的訴訟這樣子 那不管不曉得未來以後 我們到底會怎麼走 可能還要看當時之後再去調整這樣子 那這其實東部青有一些夥伴都知道 我們現在面臨了 所以就蠻可惜 畢竟東部青跟出來青年的投資 在這上面很多 卻說不知土地有很多問題這樣 這可能在山上很多碰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要回原鄉的 你們要確定你們的土地到底是誰的 很重要 尤其是很多那種重複名字 你到時候很麻煩 因為就是你們早期長輩沒有被登記 然後現在是元寶弟的這件事情 這樣變公所管的 你們要趕快回去確認 能趕快拿下來就拿下來 到時候很麻煩喔 我是蠻實務教學的 真的 因為我現在反而要買 我很想要去找我家 我部落附近有沒有人要賣的那個地 或者是房子這樣 地啦 因為其實很多我們現在年輕人想要回來 但是其實常常碰到的問題 就是土地不夠 或者是說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你居住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這個都會是一個難題 包括你要如何在部落裡面找到一個 你可以居住生活的空間 因為很多可能是 家裡本來的老家不夠大或是等等 那在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嘛 你找到現在的落腳處跟 找到現在目前觀山的這個店面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跟大家聊聊看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去找到這一個落腳的地方這樣子 嗯 對啊 因為我們家其實沒有 不像 怎麼講 我們家沒有比較適合我工作跟生活的空間 所以我現在住的地方跟我租的店面全部都是 都是租的都是別人的 然後我一個月就是 就是至少都是花 租的地方是7000嘛 那租 呃 店面的部分是一個月1萬 所以這個都是固定開銷出去的 所以其實 某種程度上 經濟壓力也是蠻蠻蠻大的 那 現在又有各種貸款 所以 我之前 之前 因為車子也是貸款的嘛 所以 每個月支出 固定支出就快10萬塊了 呵呵 所以就還蠻驚人的 對 那 呃 可是我覺得 大家也不用 嗯 也不是說大家 我覺得就是 要活用資產 就是 貸款沒有關係 可是你 你你你能夠 能夠活用資產的話 貸款會是你很 哦 好像什麼銀行業務 哈哈哈 可是貸款其實是很那個 就是可以幫助你 幫助你 做資金分配很重要的工具 對 我的 呃 大家都年輕人 誰會有那麼多資金可以一次 一次 一次做到位你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 對啊 所以就是 勇敢的貸款 哈哈哈哈 好 我最後想要收容一下啦 因為我們其實今天比較晚開始 所以我們都還可以有一點點討論時間 那我們今天就是從大家的個人基因 然後從 剛剛我們的討論大概可以從計畫走到 後面是 就是利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去實踐自己的一個夢想 那這樣子的夢想 那可能未必是一開始 我覺得大家走到現在這階段也是越來越務實 就不會說 哎我我要去去去打拼一個什麼很大的一個集體的目標 而是藉由自己的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然後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一起來改變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現階段我們的生命歷程 在做計畫工作或是說在做地方創生或是社區營造等等都好 我覺得是我們目前所要面對的課題我們要怎樣在地方活下來 然後怎樣讓大家看到我們可以在這邊活下來 而且可以一起參與我們不只是文化可能是社會或是藝術各個議題上面的發揮 那我想最後我們再給一點時間 因為線上也有蠻多的參與者 那不知道線上的參與者有沒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經驗 特別是看到了好幾位我們的好朋友們好夥伴們 那我在這邊可以再給大家來稍微聊一下這樣子 有人要通話嗎 聽到我看特务的聲音 史辣姐吧 哈哈哈哈 大家聞嗎 劉小姐 嘿 大家好 因為真的 我沒有看到史辣了 史辣也是我們類似畢業的 我們明明大家都在台東 然後我們都沒見面 你們太過分了 你們送主線的 我們都是同一個尾度 其實 因為我知道你從畢業之後回來部落 然後也做了很多社會 就是社工相關的工作 我們現在有類似組 既然都難得開麥克風 我們稍微來聊一下市場的心情 要聊什麼 等一下我先插個題 我等一下要先下線了 是 我要去演評 然後再去台東 OK OK 好 那我就先拜拜囉 拜拜 拜拜 好 那我們最後就由史辣來 為一個 最後為一個 什麼 不好意思我學地下 他說要先走 所以我從姊姊的角色 因為今天你們在分享返鄉 那我覺得 就返鄉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雖然說我現在 我現在是在部落文件站的擔任造福院 那 因為 就這個心路歷程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到真的很辛苦 但是有一種苦是那種 部落對你的認同 嗯 就是因為我們在都市長大 我是在都市長大 然後雖然說一直覺得 嗯 我是在長濱的南竹湖部落 那我一直都覺得 這個部落就是我的部落 可是 部落的人到底有沒有覺得 你是這個部落的人 就是 不見得 那你 當我回來願意 呃 當我回來 接文件站的時候 其實 大家對於 先是年 對於年輕人 為什麼接文件站這件事情 他們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接文件站 這樣 就是很多 就是你有什麼本事 你有 你 而且你也不是 在這個部落長大的 那你 你熟悉我們 阿美族的文化嗎 那 你可以融入 你真的是能夠好好的生活 在這裡嗎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疑問啊 所以 就是你會 不時的 就是你的背 就是背插得見 這樣 然後當然我是 因為我算 就是有在 在部落就是 穩定的家庭生活 然後有家庭扶持 這樣 所以才會 有個比較健康的心靈啊 就是還持續的在這裡 這樣 然後也很 很喜歡在部落 那我覺得 這四年走下來 其實就真的 很多 要突破的 然後當然每個部落 遇到的狀況也不一樣 然後剛剛也有講過 就是講到那個部落產業的部分啊 就是大家真的回到 如果真的想要回去部落 就是 就是 剛剛哈拜講的就是 做自體經濟就好 先 做自體經濟 因為 你到底有什麼本事 不見得 部落的人要聽你的 而且我們是 年輕人 對 我們有很多 不知道的地方 像我今天辦個活動 我在困惑著 我的 我要請人家致辭的時候 我要頭目先 還是村長先 還是要代表先 我的部落 就是你光這一點 我到底該怎麼解決 這件事情就很難了 部落的人會怎麼想 為什麼頭目先 為什麼不是代表先 明明最大的 在部落的人 可能會覺得村長最大啊 就是你那個 每一個 每一個環節 你面對的人 他們的想法都有 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你就是要深入部落之後 才能夠慢慢理解說 原來部落的步調是這樣 這樣子 以上 謝謝斯拉 我覺得 最後的這樣子的分享 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們 有討論到我們 如何物理性質的 在部落裡面活下來 我們在經濟上面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如何在 部落這樣子的一個 社會性的一個 連帶裡面 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甚至是我們現在的年紀 我們在做所謂的計畫工作 這樣子的身份 在部落的 也就是所謂的地氣啦 會覺得這樣是一個適當的嗎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需要去做挑戰 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不管是地方創生 或是說社區營造來講 我們部落永遠都需要形成代謝 也都需要年輕人回來 或是希望年輕人留在社區 留在部落裡面 這個都也是一個事實 那這個平衡很難 那每個人的不同的背景跟個性 可能也都會有不一樣的發展的歷程 那每個人開創出來的成果 可能也不盡相同 那我想今天也許也就帶著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放在自己的心中 然後我們也是隨時成為彼此之間很重要的一個 支持網絡的存在 那還有很多我們的前輩在前面帶著我們 那我們未來也還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去走 那我覺得生命就是這樣 那我想今天的時間就是在 就現在是4點10分15分左右 那我想最後我是是邀請那個中心主任梅小老師 來給我們一些分享跟回饋這樣子 我的聲音聽得到嗎 有老師可以 好那因為 好 不過我這裡的螢幕是 好那我就簡單的講 好就是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在期末這麼忙碌的時候 然後可以來做很多生命經驗的分享 因為我這裡的螢幕怪怪的好 就非常感謝大家這個時候可以來做分享 那 好就像剛剛我剛剛所談的就是有提到說 我在2015年其實就辦了一個原來還有這條路的一個工作坊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是請了不同族群 然後不同領域的年輕人來做分享 那我們那次是進行了三天的工作坊 因為其實年輕人的可能性 就是人類學非常非常關心的年輕人的可能性 尤其在我們當代其實人類學主要的一個關懷就是 那我們能不能夠發展出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 所以在這麼大的關懷之下 就像剛剛大家都提到說 那要怎麼樣務實到大家很實際的生命經驗 然後一些部落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的分享很重要 就是我看著大家從就是一路走來 從非常的就是嘗試摸索的階段 然後到現在逐漸穩定 然後再開創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你們其實真的做得很好 雖然非常辛苦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 那我也很希望說接下來疫情虛緩之後 我們有機會在台大辦一個 就像上一次2015年的一個三天的工作坊 然後可以請更多人來做分享 然後大家相互的支持 就像大家一直強調說 其實這一條路因為有彼此的陪伴 所以並不孤單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透過這樣的分享 可以把大家的聲音讓更多的人知道 然後讓台灣社會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思考 就像日本社會在推地方創生 其實是由產官學員 每個各個不同的網絡 不同的管道都在支持 那我們原民中心很希望可以開創出 這樣子一個彼此對話 然後讓大社會知道 大家就是知道這麼多可愛的年輕人 那我們很希望未來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讓大家就是創造更多的連結 那非常非常的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那也謝謝今天各位講者的分享 跟與會大家的參與 留到現在還有二十幾個人 那這條路還希望大家一起往前走 那也很期待大家有機會來到台東的話 也可以來海端來觀山看看大家 然後喝喝咖啡或者是我們的那個 居酒屋趕快開號 或是來文物館這樣子來給大家打打氣 然後彼此交流 那謝謝大家 來文化館喔 東區有期館喔 對 東區有期館 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謝謝 謝謝 然後也請關注我們接下來 他大圓民中心還會繼續辦理各式各樣的講座跟工作方 那希望在今年的年底還會有一場 那在明年我們也會有繼續的規劃 那再次感謝大家 那助理那個巧妮這邊有誰呢 要再提醒大家的嗎 尹愛哥有話要說是不是 喔 他們離開了 對對對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我們是不是要一個大合照還是什麼 對對對 這個分享畫面應該先停止 然後我們要全部的畫面 OK 好 那我們就交給那個巧妮來幫我們造一個大合照好了 好啊 那我們大家可以就是打開鏡頭 那我會用截圖的方式幫大家截圖 來 一二三 好 有了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剛剛我可以看到你好高興喔 我剛剛本來給妳看一張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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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來去看妳喔 好啊好 歡迎 他們都不來看我 他們都不來看我 他們那些在台東的人 明明就很近 翻個山 然後尤其是柏鋼 他是不是都有去巫石筆 我都有看照片 好 我們下一次就台東見囉 好 沒問題 我們下一次把公主好放到台東 好 謝謝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我看到他好開心喔 好久畢業了